請就座 現在開議第26次會議 請秘書長先讀第25次會議議事錄 宜蘭縣議會第18屆 第三次大會第25次會議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105年5月20 上午9時 地點本會議事廳 除席議員 黃定爾議員等24人 類型人 縣政府工商旅遊處長 陳昌偉 秘書處長 吳志宏 人事處長 郭忠勝 中共處長 游郭斌等科士主管21人 本會 秘書長 陳茂林等議員 來賓各報在各廣播電台記者 主席 陳議員 傑林 記錄 陳素雲 主席 相告開議報告事項 以主席報告簽到議員 以達法定人數 二 秘書長先讀第24次會議議事錄 執行事項 工商旅遊處 秘書處 人事處 政公處 也有執行 達戶 執行議員 楊正成議員 陳胡山議員 陳孝敏議員 林葉賢議員 陳鴻錫議員 孫湯議會議員 林成功議員 吳秋林議員 陳漢中議員等 大附站人 郭出場 郭出場 中盛 陳出場 常委 吳出場 師傅 中科長 明達 詹科長 化人 其他事項 工商 遊處 林秘書處 人事處 政公處 也有執行 議員要求辦理 提供的事項 領路 降儒 附見 並行委憲政務辦理 三位 上午11時56分 以上 好 各位同仁 一時六有沒有見 沒有見 我們就准你背閘 好 那我們 啊 有一見嗎 好 來 林議員 月賢 吳 有提到那個 鐵路高架 下行車道 那個 這個 資料 吳 我們宜蘭市 宜蘭市級的 先議員 拜託 都請問一下 好不好 好 那我們 對於 林業賢議員 執行的部分 啊 所提供的那個 宜蘭市 鐵路高架 下行車道 這是吧 好 這個 資料 啊 提供給宜蘭市的 所有 啊 議員 好 這個 我們把它做一個修正 好 順當一位 議員 好 謝謝主席 剛剛那個 附件的部分 啊 因為我早上有提及到 就是說 在 我們的 縣內的 一些 呃 縣政府規劃到 BOT 或 OT 以及 我們那個 風景區的部分 呢 要一定比例的給原住民 文創放進來 這個部分 啊 這個部分沒有寫到 好 那個 孫湯議會 啊 議員的 第三條 執行的部分 有關於 BOT 及 BOT 的部分 是不是 還有 封井區 還有 封井區的部分 噢 通通 要 開放給 在地的原住民 這個部分了 沒有類的部分 把它 補類上去 這樣還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那我們修正通過 那繼續我們邀請 江碧华議員 江碧华議員 請再去一個忙 再不去 請各位列事單位 列事報告台 啊 不行啦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好我們邀請江碧华議員 呃 四位處長 還有我們同姐 還有幸福團隊 大家午安 啊早上很多的議員在關心 那我有一件事 我覺得很納悶 就是早上 有人在詢問這個地熱這個問題 那地熱這個問題 而且在開會 的地點 當然是寫在 通知單 好像通知的 開會的地點是在大同鄉 那當然這個清水的地熱的 部分的土地是在大同鄉的鄉內 那我們覺得很納悶 既然宜蘭縣 好像要對這種節能減碳 啊這種力能 這個不管是 我們所謂的太陽能 或是LED 或是地熱 我想宜蘭縣 對這種清水地熱這個花店 這個案 好像是 最近又 重新 招商 重新 整個在說明 我們看到裡面的 顧問 公司所規劃的一些的案 我們覺得好像說 這麼一個重大的事情 憲政好像 對這件事情 的態度 我是覺得這是態度 處理的方案 態度 好像是 是不是在 因為議會開議的 一種呼嚴 第一個 第二個 我請教 你所謂說 105年 失業公告招商 現在是 105年 已經5月份了 到底這個 公告招商的 辦理情理是怎樣 再來就是我請教 我們宜蘭縣 目前 不管是BOT案 OT案 或是BOO案 這些的 或是RT案 等等 我們 有哪些在推動 有哪些是成功 有哪些一次已經完成 你在縣長總事之前 類一個表 就是林聰賢縣長 就職到現在 不管是我剛剛 以上所列的 這些的 整個這個案的招商 當中 哪些是已經 麻煩這個公理處長 類一個表 航路給本席 請主席列入紀錄 好 列入紀錄 再來 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地熱這個問題 我想地熱不只是清水 整個應該是宜蘭縣的 轄區內 地底下都有一些溫泉 只是它的溫度的高低 它符不符合達到這種 花電這種 這種量體 應該是 我想 很多的單位 能源局 或者是台電 或者是中油 這些的所謂中央的一些的 相關國營事業單位 太安康的情形 我不曉得現在我們宜蘭縣 是不是 除了說 清水低的之外 是不是還有一些的 新的地點 新的要開發的問題 這些的 也請那個 工商旅遊處長 用書面答覆 給本席 請主席列入紀錄 好 列入紀錄 再來就是 就叫我們 公測會 應該是屬於工商 比如是工商科裡面的一個 一個單位 我們現在不曉得 現在公測會的總幹是誰 是誰 好請答覆 主席 報告江議員 是我們前計劃處處長李守正 現在是公測會 他現在是公測會總幹事 總幹事 好請坐 雖然他今天沒辦法類型 但是也是你的業務的範圍之內 你把縣長 尤其現在他已經就職 現在是第六年 那是第六年度了 我們宜蘭縣的就業率 舊主到現在 就業率 再來就是他的失業率 六年 六年來 把這個表也是麻煩一樣 還有就是我們招商 招商 不管是他的投資的金額 他的投資的廠商 再來是他的招商的 不管我們宜蘭縣內 不管現在是宜蘭的竹科 或者是其他的這些的工業用地 我們現在使用的情形 包括已經進駐了 然後哪些就業提供了多少這些的就業 這個也請你一併列一個表 在縣長總製之前 含糊給北西 請主席 請主席 你是說 這六年來 就業期 四月裡 多寡 以及招商的成果 剛才我在講這個 那個藝術人員 就要聽清楚 這不是在主席 這不是在主席 我現在是怕他們聽不清楚 聽不清楚要用我 我想要把他的紀錄寫清楚 現在 我們宜蘭縣 現在所面對的問題 當然這是其他的相關科系 交通的問題 沒有迎刃 你的蘇澳港 沒有迎刃 你的不管是後櫃車 這個交通沒有去迎刃 去解決的話 你宜蘭縣 光一個口號 是沒辦法帶動宜蘭縣的 精健的發展 我想 從 蔣經國時代 十大建設 建設的 蘇澳港到現在 我想蘇澳港的 吞土量 這個請工商遊處 你做一個課 做一個課題 把這些的資料 吞土量 然後呢 他的進出口的類別 而且帶來一項就是說 我們行銷 這些國際的外銷 是哪些國家 也一樣 同病 航路給北習 請主席列入紀錄 應該清楚了吧 根據我們工商禮物處 的所謂的工作報告裡面 剛剛那個早上 吴秋林在問的 我們這個SBI2 這個業務的經濟部的 這是一千五百萬 本湖的五百萬 總共是兩千萬 當然 我們現在有二十家的廠商 來申請這個補助 你們現在總共只是 花了一千三百多萬 坦白講 這些的訊息 誰知道 你們是怎麼樣 讓這些的訊息 讓這些廠商 能夠知道 而且能夠來申請 那當然 這些的問題 我想 問題就是說 只是啊 拋磚引玉 以單單獨 單獨來講 假設了二十家 等於一家是一百萬 一百萬你說要做一個 研發一個推動 坦白講 你說 處長這樣夠嗎 夠不夠 你請來簡單打誤一下 好 請打誤 主席 包括江議員 我想江議員對 線內的工商的發展 剛才所提出的問題 其實都講得非常的棒 包括 我說 你簡單打誤一下 夠不夠 那SBI2 當然是多多益善的 就是說 在協助他研發 創新 流程改善這一塊 當然是多多益善的 但是他有相當程度的那個 項目的限制 所以在人事費 不是啦 要你答誤嘛 不夠 我們希望多多益善 希望多多益善 希望多多益善 多多益善 你根本就講說不夠就好了嘛 再來我請問一下 你這些的二十家 早上無緣要請你把他類別 把他那個婚人別類 而且這些的 除了說推動這個是研發的單位 那哪些是已經研發成功 是轉型 然後呢 他已經達到生產的階段 製造的階段 然後呢 包括他的伸展線 他整個工廠 我們依然現實在這個過程的當中 首先是 扮演是什麼一個角色 甚至是有幫忙協助 土地的取得 再來就是要建廠王 又要幫忙這個銀行貸款 再來就是所謂的一些的製造的過程當中 他的不管他的業務上的推展 我們有幫他 他是說行銷嗎 還是在整個國際上 幫他來做推動一些的 產業的發展的推動 再來就是他的 包括他的 就業的各方面 這些的人才的招募等等 這些都是 坦白就是一個 一個是要一個完善 而不是說我只給你一些的 好像中央來我地方配合 然後我就給你撕點小會 那我們這樣子 縣政府就屁股拍拍 沒事了 這樣的話 對宜蘭縣這些的 不管是中小型企業 或是有心要在宜蘭 發展生根的這些的企業人士 可能對他們來講 一種不管是鼓舞 或者是鼓勵 這個是坦白講是 唯得不足 那基本上你是工商 所謂工商 這是來輔導我們這些的工業 跟商業 宜蘭的發展 那你這個旅遊的部分 當然是公關工廠也好 或是飯店也好 或是所謂現在 你有沒有考慮到說 宜蘭縣 我們到底有幾個飯店 對於兩岸 現在大家所憂心的 我想南部很多的 一些的養殖業 或一些的農業 面臨到的一些兩岸的問題 有一些的就是說外銷的數據 在下降當中 那我們宜蘭縣這些的轄區內 這些的飯店業 或是說休閒業 所有這些的包括民事業等等 還有一些的觀光工廠 還有一些的農特產品 或者一些的我們宜蘭縣的這些的 所謂的一些的外銷的一些農特產品等等 我們你有去關心嗎 我們對於這些的業者 我們要將來萬一訂單沒有的話 我們要在我們最短的短期間 怎麼樣把這個訂單 轉移到所謂的歐洲 或是美國 或是日本 或是韓國 或是東南亞國家 我們有沒有做未以除謀的準備 你簡單打呼一下 跟江議員報告 針對線內旅遊的部分 其實我們第一 目前線內旅遊的狀況 觀光旅遊產業的狀況 最主要的還是國旅 就國內的旅遊為主 再來就是說 另外國際客的部分 除了中國客這次一部分 我們的新馬、港澳、日韓 都有一定相當的比例 因為線內專門在做中國客 大陸客的飯店 或是比較少的 大概就固定那幾家在做中國客 所以這一次中國團 目前看起來有縮減的情形 對我們線內的影響 李書業的部分 郊西幾間飯店 他們是透過韓國客 透過新馬的客戶來補牆 這個蠻明顯的 像山泉、四季、冠翔四季、雪山 他們是透過韓國客來補牆 另外宜蘭市裡面的就是福郡跟富翔 這兩家還有家友愛 這三家是做中國客的團客比較多 中國客的團客一般它的單價壓得非常低 所以那個部分其實也是提高住房率 透過國內旅遊的補牆 透過開發其他的國際客 其實在宜蘭的影響比較沒那麼大 另外線內其他的旅遊業者 一條龍的部分不多 所以其實這一次在520之前的 中國客、大陸客的縮減 其實相對的對宜蘭產業的發展沒有那麼大 但是我們還是比較積極的要去爭取背包客 爭取自由行 這種比較高端的旅客 那來到宜蘭才能夠創造更多的價值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現在已經從過去的充量 我們一年了 七百萬人來宜蘭撿頭 我再去把全家十八的人 變成七百七十萬 那個對宜蘭整個環境的衝擊是很大 可是如果我們能夠去做套裝 讓這七百萬人增加10% 10%在宜蘭停留的時間 那我們相信它所帶來的效率 比增加10%的人數會來得更好 這大概我做個簡單的報告 如你所說的話 那宜蘭縣都已經 這個百姓都無憂無仇了 如你所說的 不是的意思 我們說我們打拼了 如你所說的話 那宜蘭縣就是非常的信心 有這位工商女士 有未以除謀 我們的旅遊假設說七百萬的話 我們至少會達成到至少七百萬 或是這個 它的實質的效率 應該可以提高到10% 那我們宜蘭縣當然這些農業是 養殖也不是你所想管的 但是你是工商 就是還是有相當的關係 我們一些人很多的外銷 不管是加工 食品的加工等等 都是有相對的關係 也是你的管轄的範圍之內 我們用這個數據來做證明 希望這六年 一樣做一個統計 溫泉別類 把這個統計的數據 提供給本席 再來我請問一下 我們早上也是關心 當然這個問題是 您現在目前在定律的自治條例 我看上我們國內很多的包括是台北市或是新北市等等 當然這個電子遊戲場的管理自治條例 我們是要有所規範 但是我們在定律的條例規程當中 我們要符合公平正義信頼原則 對於以前的 舊的應該是用舊的法令 如果是新的 新設立 應該坦白講 就應該按照新的設立來做一個調整 這個追溯期 是不能追溯到過去的 這個是我們一個信賴原則 我們需經檢討 這個原則應該是沒問題的 好您請坐 再來我請教 我們目前 宜蘭市 或是說各鄉鎮 在大興土木 不管是人本環境的道路改善 或者是說我們現在自行車的驛站等等 我想議會支持 從這個去年年底已經通過你們 這些的不管是 所謂的U-bike等等 我想這些的整個將來要推動 以宜蘭縣 目前當然是推動是宜蘭市跟羅東為主體 宜蘭市跟羅東的主體 這個環境跟所謂的鄉下的環境是不同 如果你真正要達到這種休閒的這種功能 那當然是在鄉間小道 那是非常好 如果是你為了要提供給這些的 不管是他的學生的通行 或者怎麼樣 這個是跟這個所謂要推動的這個完全是不同的典型 那應該是要分眠別類 現在時代就在進步 節能減碳 電動車也好 應該都已經都已經推行行之有年了 我想都已經很多的樂好國家都已經在推行 何況我們宜蘭縣是要強調節能減碳環保 這個我們都應該來舉例推動 處長 你認為說我們未來的電動車 不管是機車或是電動車 未來的發展 你樂觀其成嗎 主席喔 跟將議員報告 我想我們一定要樂觀其成 而且一定要積極去做 所以我這邊能夠配合的 你要怎麼積極去做 我在我們的風景區裡面 那我們盡量去協助提供位置可以設充電站 這是我現在俠管的範圍裡面可以最積極的 那另外節能減碳這個推動還有電動車的推動 這個東西有牽扯到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普吉利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生產端提供的問題 那目前台灣的法規對於汽車的部分還不夠完善 所以它其實這個法規還沒跟上國外的腳步 所以那另外就雖然說像特斯拉在全世界的國家 沒關係啦 你這個衍生到太遙遠了 其實這將來是國家的政策 我想你們今天是520嘛 蔡總統就職了 他的推廣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那宜蘭縣為了你們縣長的未來的前途 你做工商女士你有責任 要好好去推廣這些項的業務 我讓你們館長未來去中央這個入境 日國 日國如果要做什麼保證 你應該要為他的將來的前途要做一個前盤的考量 宜蘭縣應該好好來推動 不管是風景區或是重要的 不管是電動機車或是電動汽車 宜蘭縣應該要怎麼樣跟交通部 或是相關環保環保署 相關單位要怎麼樣來鼓勵這些 我們人民來行使這些的工具 或是我們行政機關要怎麼樣來 大家來配套 這樣才是真正符合你們宜蘭縣長所說的幸福宜蘭 未來我們希望能夠取行 而且在多少期間之間可以看到這個效果 宜蘭縣多久可以健康力 電動車這個東西其實時間要比較久 電動汽車呢?機車呢? 電動汽車我想我們就從我剛才報告 我們可以馬上做的 因為他沒辦法立竿見你 所以他要一包一包 你要推嘛 你總是要有一個騎乘 多少結果你可以做一個 能夠最短期的效率效果 能夠多久 這個我真的 還是要 這個時間沒那麼快 因為 你自己自我取行 你訂一個騎乘 因為時間的關係 好不好 給你半年期間 能夠下次會期定期待會 就是說我在這方面的努力的部分的效果 這個請主席給他列入紀錄 好 列入紀錄 請他能夠做一些的改善 那我們再來一點就是秘私處 要請教一下 我們不管這些當然是NCC的業務 但是我們宜蘭縣內 連我們宜蘭縣運位裡面 中華電信 這種手機的這種收信完全收不到 我們要怎麼樣去改善 第一個現在基地台的問題 設置基地台的問題 那你必須是當然你 現在我們宜蘭縣唯一的 最便利的就是台灣大哥大 台灣大哥大 它有些些的 天線的架設的地方 那我們是不是會後 能夠跟台灣大哥大 來開一個協調會 請他提供 好 列入紀錄 感謝江碧華議員的質詢 謝謝我們邀請您西秉立委員 好主席 各位處長 各位副長 各位董人 各位議員聯絡人 大家好 其實剛才我聽到我們江碧華議員 在七十年當中 我心情的感覺 宜蘭是一個好處 好山好水 我心情有一個子 農月剛才農月交流 我心情沒有好薪水 大家都會笑 其實宜蘭有一個車 我的感覺真的 宜蘭一般都 拜六禮拜 來到宜蘭 鐵頭後就隨便 住了 住住住 都不知道 我心情 一般 宜蘭留不住 一般的 旅行來宜蘭鐵頭的人 流不少會掉 我相信 現在要哭哭哭 其實我這個想 我們現在立步 現在開機下降 比較沒有人要來 同樣是一樣 同樣 跟我們出國同樣 去到那一國之後 就不想要去 所以工商理由制 你扮演的角色 非常重要 要怎麼老人 我不知道 你們來跟宜蘭的 頭專是怎麼來做 有的時候 有用什麼方法 要老 我們有 管政務提供說 你要去拼圖 怕待會拼圖 怕待會拼圖 怕待會比較好拼圖 要待會來拼圖 有半天 半天的時間 我們來住宜蘭 有這種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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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針的旅行 你常常說 背包庫 背包庫來的優寒 我還要聽你說背包庫的優寒 其實我們去背包庫 當然我們來跟宜蘭 決定這麼大 這是不對的 有的時候 我們去背包庫來的 一般人 這宜蘭大的機會 很少 不論去發電機 不論去 回台北 在那邊吃一趟 一趟就跑了 我是覺得 我們很好啊 我們 住行車 現在在 你穿在這裡 推電嘛 我現在看一看 還是我這樣看到 真的 住行車 這利益的人 很少啊 我們花這麼多錢 我們想到的就是 我們的政府 就是 發展宜蘭縣 就沒辦法說 創一條 真的 讓人來 來到宜蘭 有條 住行車 專用道 讓他們去鐵頭 半天 這個 這個 這個動作要做出來 這麼有做 沒有做 我是不知道 我是疑問說 真的 像這種要做出來 對 老化條 我變成說 我要來民宿 去到那裡 辦什麼活動 這個要提供出來 讓民宿 出來之後 還有一些 油蘭車來跟宜蘭 我們宜蘭 現在公共有很多 對不對 沒有事情要做 要做宜蘭的 人家很開心 冠軍會來騙請 來做宜蘭 油蘭車要來跟宜蘭關 等待會兒等 你們要把新建 等待會兒等 我們說宜蘭什麼好地方 宜蘭有什麼好的地方 並說宜蘭市 跟人不一樣 我們的媽祖廟 沒有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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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中的鐵石 這是在推電出來 宜蘭有什麼地方 宜蘭有空主廟 在那裡 因為宜蘭在那裡 這叫他們的水平 我看人家 油蘭客人來 來到這裡 宜蘭跟人不一樣的鐵石 就跑出來了 沒有說這個 油蘭這裡 宜蘭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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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塊 說六塊 所以你們這個 都要去做 流口會掉 如果宜蘭跟一般去 跟宜蘭不一樣 我就說 朝這個目標 我們的工商處處長 您的看法 台北主席 感謝任務議員的建議 我想 林議員提出的看法 其實是對宜蘭的產業 是有相當好的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 引進優質好的旅遊行為 那變成是套裝的 他在這邊可以散策 可以慢活 然後可以做優質 探索體驗 甚至交易有關 其實宜蘭官現主席的問題 大概禮拜六禮拜天不缺遊客 那飯店禮拜六禮拜天 住房率也不怕 那比較大的問題大概是週間 週日到週四的住房率 那今天如果在週日到週四 可以提升10% 這10%就都 都是他家賺的 都獲得順 我看過一些統計資料 大概就過去我們的調查 從外界辦的調查 大概有50%以上 來宜蘭的比例是沒有過分 其實沒有過分 那個旅遊行為 是經常說 帶來本首 然後帶來養篩 那對我們產業的幫忙 實際上沒有那麼大 那我舉一個例子 過去台灣飯店業的經營 都是一泊一死 就是說 住一門再提供一天雜斷 但是最早提出一泊二死 就是老爺 老爺 老爺提出了一泊二死之後 他整個房價給衝高來 他在那兒 不是吃一堆 吃一堆本身的老爺 他拆賬是百分之百 今天這堆本來 在外面賣八百塊 他這堆本來就是 給他的房客收八百塊 所以說 對老爺集團而言 因為他提供足夠的服務 在裡面泡湯 在裡面算 把孩子在裡面都免煩惱 所以他就 到了第一天到來 算到第二天到來走 就在裡面 住一堆吃兩堆本 飯店的業績就 除了住宿的收入 還加 結束一堆本 所以說 現在這個行為 就是過期議員 有 我們現在打拼在 建設新的環境區 整個新的環境區 現在我們在做的 包括我們有很多APP的設定 設定 還是宜蘭號碗卡的推動 都是希望經由套裝 記得說 我們如果能夠結合船域 結合清水公園 結合生態綠洲 到結合東山河上游的 中山休閒農業園區 這個土的行動 它就是一定要一天 它就一定要帶 一個月頭 一天還有一天 再去 它才算完之後 所以其實我們 包括說 我們積極的跟船域 在談合作 甚至未來要進來的 三美的基金會 要經營船域的團隊 我們也是都用這個方向 在討論 所以這就是套裝旅遊 深度旅遊 重要的地方 另外一個 東山河生態綠洲 為什麼要去做環境教育 就是走馬看花式的旅遊 主持人 你這樣說 太久時間來講 我現在的意思是 你去想 這條線 算起來 不然他們算這條線 算起來的船域 就是這區一個路 不一定在遊覽車 我們可以做車 做車 做車它就這條算過 這船域 現在我們欠法的 欠法就是 正常是在新租的辦公 你來跟宜蘭 我 法度把他帶去那裡 鐵圖 你要去帶一條線 帶一條線 或是坐自行車 宜蘭就好 坐到大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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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條線 這樣才有辦法 我們現在有做 我們現在有做 現在有做 現在有做 民宿就好 民宿人有做什麼 有什麼 扣扣扣的 用船域做的 扣到一條線 學去鐵圖 你用這樣才有辦法 來帶到我們宜蘭 不然你說 每次都拜六禮拜 開車就是他們來的 就剛好 來的就剛好 一般都宜蘭一天 兩天不可能去法輪 還可以走到這裡 我想說 這個七塊做得好 宜蘭才有辦法 宜蘭 宜蘭剛才就 反對農民 農民 農舍賣去 越來越來越 現在我跟你說 農地都沒有來 來親做 我覺得很可能 我親那個 人事主任 我們人事要改造 人事改造 我的感覺 人事改造都很好 那理念要做出來 讓人感覺 這次做出來都很好 我想說 你都膨脹自己 你都膨脹自己 我是覺得 人事很重要 你都 政策人員多少 就多少 像煩布教 我聽他說 政策人員 三十幾個 臨時的二十幾個 差不多七十幾% 這個你改 政策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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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臨時人員 一肯 臨時的 差不多 跟所需 我要所需 這樣對 你們都沒辦法去改造 中間去建議 可以就不行 不行就不行了 當然 八成一個 頭路這個很好 不過他們的薪水 臨時的薪水就低了 對嗎 進步公道 臨時的 家裡都 面對老百姓 啊 他們都辛苦的 都他們在做的 像我先去修基安市公司 坐頭前的 都領著一兩萬的 後面的 人家都領著 都領著 對嗎 我一天 改造 改造得不好 對嗎 你的感覺 為什麼不 偏列 政策人員 是什麼 主席各位議員 你是現在 謝謝林立元的指教 這個 當然 所謂的人事改造 剛剛講的有兩個層面 一個是組織的部分 一個是人員的部分 那林立元關心的是 人員為什麼 正式編制人員 為什麼不增加多一點 因為我們有 受的地方制度法 跟地方行政機關 組織準則的規定 我們有很多 我們 農種 我們變這個人員 本 管副和社會機關 最多 只有1,229人 所以我們現在 這個料 不過我們的業務 是非常多 因為現在 已經省政府 在做的業務 省政府費省了以後 很多執行 或者是規劃 全部都到縣政府來 所以縣政府的業務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農政人員 地方制度法 和組織通知 都給你 犯罪在那裡 我們有時候 接受中央機關的一些補助 要去做業務 所以 只有派這個業務庫 跟臨時人員 這也是真的沒辦法 我們也是 我們也是說 可以的政家人比較好 不可以的影響到政務的推動 不過這幾個全國 也是都這樣 辯政人員 都有那個犯罪 都照規定 所以 每天都聽到 你都會想自己怎麼做 我有我的感覺 你說費省之後 所有的案件 都下犯在地方 我的感覺 下犯在地方 請坐 以前有生的時候 我們政府的 政府的 政策人員 都不是會幾個人 對嗎 你要想說 要來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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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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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請教你 一般 臨時人員 或是一國好 可以出去執法 合情合理 可以這樣嗎 可以去執法 不過令議員 一般是 業務庫的執法 臨時人員 不能執行官權利 阿兵庫能夠執法 有受負責 受負責 的人員 有受負責 他們有受負責 這方面 好 你跟大家好 我再請教你 一般 我剛才農業庫 一般 一國好 或是 可能一國好 他都在農業 農業 農業 還有 出財事 他選擇 法律 我記得 你當選擇一間 主信司委 沒有 那個農事 那個農事 他主財事委 他申請 當選擇 要負責 管政府 管政府 顧問 退縮三米 有的 沒有的 一度 公司 他就說 這就不用了 他要給案件 拜託我 他把貼頭頂 拜託我 叫 警官庫 庫上 他說 這 要對道路 建築這路邊 不用退縮三米 所以你就不知道 你要想 社會哪有這種政府 要怎麼改造 要怎麼偏 要怎麼改造 要怎麼偏 你如果想說 我做處長 局長和處長差幾個 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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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和處長 以前 以前的局長 以前的局長 以前 沒有處長進行 幾個 我們觀眾好 蛤 沒有 以前沒有 以前我記得 你們現在幾個 幾個 11 以前我記得 九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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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個八個 以前 你們要把 新主 一直想起來 我再請教你 你十月 新主領多少 十萬通 好 你一次 升三%領多少錢 多少 三千塊 三千塊 你要吃一個便當多少錢 七十塊 七十塊 你比較老實 我都吃八十 比你更好 你 臨時的 這幾個 三% 選多少 你剛才三千 現在三%多少 對 臨時的現在差不多 兩萬 三萬塊 三%要選多少 多少 多少 六百塊 六百塊 你三千塊 給我吃幾個便當 他六百塊給我吃幾個便當 你像這種不公道的 你選十幾 三萬塊 他選十幾 六百 六千塊 越差越多 你要想 你便當一顆吃七十塊 你不是都吃八十塊比你還好 他選不夠 像你這種 你要去建議嘛 選就用便當選啦 你吃一百塊 我吃八十塊 你不是吃八十塊 你都選十顆 他都選八十塊 那十顆 你不是 從社會上 不然你越拉越高 越拉越高 對嗎 這樣我再請教 我們議員 我們的議員等級是多少 比照局處長 跟我們在一定 比照局處長 我們一家會 新租多少 新租 不知道 10 也10萬 我們議會 主委 沒有啦 我們七萬塊而已 你們要替你們想想想 一直去 對嗎 我們民意代表要七萬塊 只有七萬 七萬塊而已 這不是我正式議員的 新租 但是你們要不公道 你們要說出來嘛 對嗎 來請坐 好 謝謝 畢士忻 我也覺得 社會不公 不義 尤其我們宜蘭縣的 所有的工程 有些酒標的 建築書都榜標 你們這些都要去查 對嗎 議員官 這組成立的 沒辦法賣到 管政務法寶庫的 工作 要去哪個官司買 這是真不公道的 你如果想說 泰魯也好 李湯也好 議員人沒有這麼做 要叫到哪個官司的 連我這組的郵柵就好了 我做四十幾年了 我們家的郵柵柵 沒辦法賣到 郵柵柵 他要甘願去一個工程 行買 台北工程 行買 這樣有利 用鹹鹹的 資料 來榜標 要同樣 杜牌做的 插都不行 對嗎 現在更杜牌都不行 像這種人 你要去探討 我希望說真的 他有很多 你問我都知道 對嗎 我是說這個 其實都要做 對嗎 你們還要很多 第四台是一樣的 第四台他現在 郵柵柵柵柵 你想想 他現在還做什麼 資訟 有的嗎 我摸得亂 對嗎 還有一個人說 你們幾台過 就要再加一算 有的嗎 一個家庭 這座 帶比較多的 就要安靜 你這要去了解 臨情要了解一下 對嗎 都要你們這些 國南投資在意 在意 你要去了解一下 到底是要怎麼處理 對嗎 你的看法 謝謝台北主席 我們林副議長 感謝我們林協議員 林議員的資格 我在這裡先說 我們採港的部份 工程採港的部份 是在我們公務處的採購科 必須儲家 10萬元以下的小盒採購 沒有沒有沒有 第四台就是 郵柵電視的部份 我們現在在推數位基上盒 那是最大的工庫 是未來 要撒分組付費 就是說 我們這公正庫的 現在我們都收一家 五百四十多塊 未來 數位化 數位基上盒 全面普及化之後 後來就是 一百塊 看幾台 兩百塊看幾台 湯仔去分 分組付費 而不是說 現在統一 我看五台也收 五百四十多塊 我看一百台也收 五百四十多塊 所以 那個數位化 數位基上盒的數位化 其實是有它的必要 醫生 不過他的基上盒收費 這講起來很貴 他雖然五百塊 多幾台都要多千塊 有的沒有 這要了解 你今天要收 你公司要再做 我就一百塊 六百塊 只剩給你 本來你就要跟他爭 對 我看你的 你要改變你的方法 你還要收 沒說 很多 好 陳龍師 他剛才秘書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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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鋒師 我覺得人數有 浮遍太多啦 到哪兒叫正方 衛生叫也有 環保叫也有 正方要做什麼 對 整邊 都在議院 管政府 對 比較下去差 這樣才對 真的我剛才說的 不法的 你那要做 白做 你都有辦法去瞭解 我希望正方是主意不得了 你知道嗎 我都看見人數是嗎 我相信兩個都會感到 我希望這個你要做 這組我剛才會說 問題是 一個人打片的 他會覺得這很好處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抓到才知道的嚴重 我希望真的跟你說一下 你輸了給我請教 我會提供資料給你 你去查查看有沒有這樣 真的查查看有這樣 你就要去組織 這不能夠對於我們官的 全國生理人的 好 繼續我們邀請黃定和議員 好 主席好 大家好 有限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這個基金得來不易 因為這來自於所有的 系統這年業者 他問一年 他應該要提報一% 一%成立為 特種的基金運作 其中40% 都報到館市 那我們議論官也有 我們議論官有這方面的執行 是執行哪一方面的 請 吳秘書說明 感謝台北主席 有限廣播電視基金 那個特種基金的部分 我們百分之四十 执行在哪裡 执行在哪裡 我們當年在做一個民意調查 市值就好 什麼東西 民意調查 不是這個 所稱為是什麼 市值 地方文化建設 跟地方的公共建設 地方文化對不對 對 地方文化就是 你所說的那些很多 這樣對不對 我請教你 一百共三年 你們這些錢 用在哪裡去 大概 大概分幾部份 一部份是試圖教育 譬如說 你們一百共三年 執行率多少 一百共三年 因為他們有兩個所需 執行率多少就好 沒有到百分之五十 22.9% 21.94% 這樣 兩三桶而已 你們這邊去哪裡去 你剛才說的 都學別人書說 你們這些錢 沒有用在地方文化 都用去 公務車維修 這跟剛才說的地方文化有關聯嗎 你們又用在辦公會用 這跟地方文化有關聯嗎 你們又用在 其他 沒有用在這裡的地方 你們高府中 人業者 提錢來給管政府 執行他們地方文化的宣傳 地方文化宣傳 就是要讓你們用在什麼 播映啦 提升系統 經營業者 讓公布系統 服務的品質更好 你們沒有用在這裡 亂用這地方 有這個事情嗎 一百零三年 到我們直接等個需要 問 antiqueaman這樣 那一百零三年 那麼他還有很多 可以給 accomp 我的水素 他們有 先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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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 從103年那個安徑 拒取教訓 改邪歸正 不是邪惡的邪 是請邪的邪 改邪歸正 作為104年 甚至105年 往後 你們要真真正吃 回歸本業去出現 本席的用意是要提醒你們 要把事情做好 那其他的不要再下班很多啦 工作最好最重要 人事是郭處長 申請任免 在我們所有的管政府問一局處 如果想要去外管市的印證 那一定要先讓各局處的首長 處長 局長先簽一下 才可以去外面那裡印證 外管市的印證 如果沒有手續 外管市的印證回來的時候 先說 他後來要結帳 我要簽 有沒有這樣的規定 主席 這個謝謝黃議員的指教 沒有這種規定 沒有規定喔 沒有這種規定 好 你去問教育處 看看有沒有這種規定 假如沒有這樣規定 教育處這樣做法是違法的喔 是不是這樣 公務人員是公共財喔 所有的全國 全國都可以 都可以去應用啊 你不能夠把它當成縣政府的人才 也不能局處的人才 這方面 我請郭處長 特別的注意這一點 去把教育處問後結構的資料 答問後的情形 給本席 請列入紀錄 是 好 列入紀錄 另外 還有其處 我經常說 腳踏上去 經常找不到人 一年我 郭處長 你怎麼做得不好啦 這方面 你上年給我回答 傻傻洋洋啦 一樣啦 沒有改進啦 所以說你的靠證 可能還是假的 是不是這樣 你不要擁在過嗎 不要喔 當時要擁在過嗎 不要 疫情在中方機關的時候 重要 頂起人關 要擁在過嗎 頂起人關也不行 不要對不對 就是這樣 你不會真真正去 你如果把你擁在打開牌 你就趕緊啦 要把事情做好了 好不好 為縣民來所服務 請坐 這個郭處長 我請教你一下 我們這次去靠河 去出國 一個都十五萬塊 其中有鄉鎮市長 那鄉鎮市長 他們本來每一年 都有 編列預算五萬塊的出國會 現在新政府 根本沒有去執行 只是在去補助鄉鎮市工作 你看這樣有沒有重複現象 跟預算法有沒有抵觸 好 政黨 主席 感謝鄉鎮議員的指教 因為出國 我知道就是 首先都有變異選 鄉鎮市長有變異選嗎 一年都五萬 這是不是說在主席還是在那裡 為什麼 為什麼 管政府又去補助 印刷航空所八十五萬 議員也通過 一直說這樣不好 又變八十五萬 同樣辦出國的事情 會不會有編列重疊現象 請鄉鎮市查明結果 送給本席 請列入記錄 目標不一樣 有幾個人不可以出兩次出保 可能他的用途 他的目的出國的那個 沒有問題嘛 你去查一下嘛 那是說 先生 跟市公有涉及到 沒有關係 請坐 資料查好以後送給本席 這個議員補兵公分 現在 管政府管的 還是 伊蘭市公所管的 這個 陳處長 大會主席 八號黃議員 那因為我們的協商會議是3月1號 我們就開始移交給 伊蘭市公所 那目前 我們還是有協助部分的管理 管理是好 給伊蘭市公所多少錢 多少金額 這個詳細的經費 今年我們編的費用 四十幾萬 四十幾萬 給四十幾萬的金額 請他們維護管理 廁所誰要做 沒有廁所啊 講了一年多了 民眾都一直在反應 好 我們 伊蘭市集的很多議員都在反應 我們不好意思 那個跟黃議員報告 這個報告我沒有了解 但是 過去的事情就是在 什麼時候要做就好了啦 什麼時候要做就好了啦 有去看地點 再熱溫下去 也沒有下溫 不屬於應付議員 我是不是會後用書面 回復的方式跟黃議員報告 好 你們這個案件我沒有了解 請坐 請坐 在還沒有交給公所之前 是不是 宜蘭關心館的對不對 一百空四年 八尾八尾 蘇敵樂台風來的時候 裡面停了很多車 你們有沒有去拉封守線 有沒有 有沒有拉封守線 跟黃議員報告這個案 我看不清楚 宜蘭市公所就宣布了 宜蘭橋要把它封起來 封起來 一樣 宜蘭縣政府 去拉封守線 最近有沒有這樣 最近有沒有這樣 封守線有的是對的 是正確的 但是你們檢做一項 那裡有車 你們有像台北市這樣嗎 去跟車的人告知說 這車你們趕快走 你們都沒有跟通低而已 你是把當作八射的車 那也是人家的財產而已 事先要一直去跟他說 沒有做到啊 跟黃議員報告 這個部分我們會加強 我們會改進 加強改進 如果都漏漏漏漏 因為這是一件事 應注意好為主義 人家可以申請國賠了 那國賠申請好了以後 政府機關可以向個人求償 有書師可以向你們求償 你不要人家說 剛才主席說的一個月十多萬 那求償下去 你又白做十年了 是 是 地方產業基金 這個是中央館 給我們議論館來做補助 是 議論館這項的 我請教你 東門越市 這個所在 是 斬甘宮 斬甘宮 就 要把頂 頂 頂 頂起的時候 你有沒有經過第四季工程處的同意 有沒有 這應該是過去蠻早的案子嘛 這個朋友我比較不了解 第四季工程處不夠同意力啦 危害橋樑安全啦 建議議論館政府 台台風風 這樣就把它頂起 八成都不行 掛一個廣告招牌 所以就 發六萬 所以就叫他改善 宜蘭縣政府 自己可以放火 百姓不能點燈 最具體的見證在這裡 頂在這裡 宜蘭縣政府是在關什麼 自己就關不去還要再關別人 跟黃議員報告一下 請問一下 這大概是什麼時候的案子 法律有規定說 民國第一年 或是民國一百年 法律不一樣嗎 我們在檢討 我們會去檢討啦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會去做這種事情 確認一下 這是不是管政府做的 答案很清楚 是管政府做的 在一百年 南洋懷舊產業發展補助 在這裡 宜蘭縣政府執行 沒有錯 第二點 確實做起來了 第四個工程處 不然你拿第四個工程的同意書法 拿到我本社看看 所以他們同意 宜蘭縣政府怎麼把它頂起 這兩項的證據就很確鑿了啊 哪有問民國幾年開始做的 我們會後把相關資料 來補給那個黃天河議員 補資料有兩種 第一種 他不同意你怎麼辦 同意補資料 就能夠了事沒有問題 他不同意你怎麼辦 要不要罰款 宜蘭縣政府 罰宜蘭縣政府 要不要罰款 要不要罰款 不會回答 那個因為整個案子實在不了解 所以我想會後了解之後 我再跟黃議員報告 這個就很清楚了 所以我沒有看過這一個資料 所以我會後整個事情 這個僱啊 你把它頂你僱頂我 我了解了 我跟委員會報告 那張剛才給你們看的 一任憲政府做的啊 是 地產基金執行的情形 阿師傅我會後跟黃議員報告 整個過程 請主席列入紀錄 會後跟黃議員報告 在憲政總監之前 這個資料送給本席 好 列入紀錄 這次有說到這行車道 這行車道連結起的時段 就是第一 後下樓 綠九市場後邊開始 一直跟 憲民大道 那台那邊連結這樣起 這八十萬 關政委的經委 或是宜蘭市公所的經委 關政委或是宜蘭市公所 那就是 觀光局保祖宜蘭市公所 觀光局保祖宜蘭市公所 還是觀光局補助宜蘭市公所 這個是不是我們請 好啦 速度快一點 大衛主席 我跟黃議員報告 那應該是 經費是 現在 是編在憲府這邊 憲府在 應該是 所以啊 公所來提案 你不要亂說啦 中央不可能直接給 鄉鎮市啦 你如果直接這樣給 每一次都這樣給 是 管政府就在跳腳的啦 沒有把憲政府放在眼裡喔 所以你剛才回答了 沒有理性 請問 是不是這樣 為 管政府保祖宜蘭市公所 你再去怎麼回答 會堪 沒有統治我們議員去 說這是 宜蘭市公所他們辦的 所以說 他們在統治上 我們也 沒有辦法 我們會建議他 請他我們出來之後 你們要錢給人而已喔 不會做工作 我們 通知我們議員過去那邊會堪 是對大家有幫忙的 我們是建議你要怎麼樣做比較好 你再去怎麼回答 怎麼回答 這樣簡單 那以後所有的預算 都全部給鄉鎮市公所做 宜蘭市政府全部不要做 那宜蘭縣立會也廢掉了 請拜託宜蘭縣政府的政府官員 尤其是局處長的 多多重視我們宜蘭縣立會的議員 只要花錢而已 還不能作反饋 電子油漏廠合法業者來申請 那他們 你們的一個自治條例 有寫到一條 就是說 兩年來 不然你們這樣 你們要收費 在這裡請教陳處長 有沒有抵觸法令 有沒有抵觸憲法 有沒有 請陳處長回答 跟黃妍原報告 那因為這個部分 我們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黃妍原提到的是 有沒有抵觸法令跟憲法 因為他有不同的見解 就是說因為大法官四憲的七一七條 好像我們兩位陳議員都有講了嘛 跟憲法的基本權益 都違背了嘛 那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會再檢討 那因為 那個大法官四憲裡面 也有說在公益的情況底下 那其實是 公益的情況底下 可以犧牲很多業者嗎 人家是合法的 證照是依然限制五花出來的 這個地方跟黃妍原報告 我們會在虛心檢討 你虛心檢討 你們有違憲的問題 你們上來 不成熟的一個法令 上來讓我們管議會 來幫你們審議 全部透回去 你們虛心檢討好了以後 周全以後 再送上來 沒人像你們這樣 五計不對等 管政府高高在上有行政權 老百姓 任憑挨打挨罵 你用公權力來壓榨所有的業者 這樣對 這是非常的不應當 本市絕對反對 你們這樣的做法 只要對人民財產安全 有餘慮的 我們本市一律不同意 請坐 104年11月29號 公園管理 這個自治條類 已經上路了 你們的住行 成功 執行成果 請說明 到目前來講 來 陳處長 那個 請教皇議員 大概是什麼樣的執行成果 有 就是說 申請的保護 公園執行條例 你知道嗎 知道 知道 對 那裡面有很多條 你有看過嗎 我大概流量過幾次 這 蘇民店有準備 常常人去公園 走路 衝災 就要左傘 右傘 好像在跳漫步 為什麼這樣 歐洲埋扶椅就衝起了 對 執行執法的部分 開法的部分 我們目前好像還沒有開法 有沒有法單開出去 沒作為 每一個風情區都會這樣子 有沒有派人力去 或是監視系統去露營 或是派人去查 我們會跟警察局再加強 這方面的 那個 執行的工作 不要推給警察局 共同啦 自治條例 講得很清楚 跟 不要再去打擾警察 警察也很不容易 人家的教父就做到這樣 這表示什麼 表示讓 議會 全部讓 政府的法令 好好的讓你們去運作 結果 通過之後 就擺在那邊不運作 這是非常的不好 好 好 感謝 黃定和議員的執行 那我们现在继续邀请黄建永远 主席 局处首长 各位同仁 午安 大家好 修仙 我来请教公理处的游处长 游处长 我来请教你 我感觉你做人是不错 我们修仙公园可以吃面堂吗 公园不是你管的吗 修仙公园 中山公园 中山公园是齿公秀 齿公秀管的 不是我们管政府管的 你说得对吗 因为我最近 虽然以前有人说 但最近又有人在告诉我说 在那本便堂不行 是有什么 因为这我就不了解 因为中山公园一体 这都是齿公秀所管理的 都是齿公秀管的 最近听说在那本便堂 所以很多人在那本便堂 好像有人去发给游民嘛 去照顾那些街友嘛 照顾街友 制止分便当这个行为 这就不了解 不能分便当 你把它了解一下好不好 但是 不是我们的政官去造企业 不是我们公旅处的人员 我再来了解一下 你了解一下 是 是 是 那再来 我是感觉说 便所 风景区没有便所 实在是很不方便 尤其我们的风景区 你都像 去那 铁头 去那散步做啥 不可能说去到水灶 最早也去那里走 齊南城区 我还记得我也跟你说过 姚甸廟 姚甸廟的便所 只能修修一个便所 自我做代表 我现在做议员 拜托我们管政务去处理 用郑游区区那个厕所 那些工作是怎么处不做 是有什么困难 我记得 跟黄议员报告 那我们目前正在办理解编 就把林地解编 那这个完成后 我们就可以去跟林务局拨用 那就可以去盖厕所 所以说这是进行中 那预计应该是明年 大概需要多久 会改吗 官官教那边也 东北教那边也会去 程序已经进行了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完成这个程序 明明 6月上申请解编的申请书 申请解编 保安林地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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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去申请保佑 保佑 保佑后 那个官官教 已经有共识了 有会议过了 东北教那边会去 是 那用东西在这边 我估计那个程序 应该在明年可以改 是 好 这样 这点就算说 有真的在做 因为我对我说过 我要尽量去实现 不是用笑你知道吗 我在会堂厕厕所的时候 人家也说 那不可能做成的 管理政府哪有可能 不给你做 已经 听说不在做年了 所以 拜托我们 村长 更用心做得好 尤其是我们总委 我记得了 我们也有水路 好像也讲很久了 结果现在 你现在 变一变 变一个什么 魅力园区 什么叫做 自然生态公园 在那个 现在的 东北角风景区 服务 东北角 旅游服务中心 服务中心 旅游客服务中心 到底现在 国马南水道是 正在減去 那就是 因为水路 尖客有碰到 一定的困难 手头有万 有较万 所以说 我们现在都把它夹在 整个面里面 在那个 能量溪口魅力园区里面 那在这个 那个 能量溪口 跟状围下游的部分 我们纳入整体的 一并检讨 纳入一 纳入全部在检讨 检讨 整个检讨 说起来 说起来 现在就跟我们 顺路说起来 我感觉 我们整个 宜安县政府 对于整个 建设 或者是整个 观光的旅游 区带的 整个建设 我感觉 宜安厚 在去 那时候 听到 我们担当山区 你说 整个宜安厚的整治 我们 政府对宜安厚 你说 国马南水路 或是上游 现在在 现在在 白龙村这段 好像感觉到 我们宜安 宜安县政府 对宜安厚的 观光 资源的投入 太过去了 你说 现在 你所知 宜安厚 宜安厚 跟现在我们 政府当时有多少 建设宜安厚的观光 是过去已经投入 还是未来要投入的 你所知道未来 未来或者是 以前投入多少 因为未来还不少 主要是集中在 首层县长时代 包括宜安的 河滨公园 它有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大概就是 运动设施的 保分 另外一部分就是 滴水富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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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整个 结合了自行车道 结合了那些绿地 还有滴水富岸 再往上以后就是说 未来配合 通缆公园的 是 保分 我们有整个 整个 哪些 通缆公园 第二园区的 第二园区 第二园区 现在 金六姐园区 那些 更白 在 红山 没有附近 就是 差不多在 金六姐园区 那个地方 有拼平 但是 我觉得 好像 对我们架白的感觉 不用你像我们 我们一些 比较 连天然的 连天然的一些 一些 属于 以前的天然的 油气区 像金陵瀑布 辛风瀑布 一些油气区 可以全民 都叫我们 冠川府 它挺起来 真的挺起来 所以我 有感觉 好像 对 对我们西北的 这些 油气区 特别 好像有问题 你说宜蘭河 宜蘭河 宜蘭河和 宜蘭河比起来 哪一个比较天然 好像 天然好像 比较漂亮 现在你说 冬山河 比较漂亮 宜蘭河比较漂亮 出了 宜蘭河 有它非常特殊的地方 因为宜蘭河 宜蘭河 宜蘭市 宜蘭河 不会有点漂亮 如果我高人 要看地方 你如果 要留 河育的部分 不要 就是 比較喜歡自然 更主人的地方 所以说 如果在冬山河 更丁油的地方 还是在冬山河 更丁油的地方 那 我觉得上 基本上 有不一样的定位 跟功能 你如果站在油漬觀光的角度 是要建設的 剛才要跟黃議員報告 他讓他有一個無可取代的 就是他在宜蘭生的經驗 他跟宜蘭似人的生活 我告訴你 你看的是要自然的 還是比較要人工 你就說這麼多 其實各有優缺點 我問你 我們以後仲維旅遊服務員區 這個地方還要蓋好之後 當然觀光局說不用我們宜蘭 百分之八十不用宜蘭 你對這點 你的看法是甚麼 因為那附近山輪的地形 或是30公圈 以前的大雪遺甸地 所以我們是希望透過結合農業生產 透過結合的保護 沒有啦 說得不對啦 我說眾維 你服務員區還是外界的圓工 沒有蘇洋的圓工 沒有用我們眾維人 有沒有辦法透過你的關係 跟交通部說一下 我們當然會這樣子要求 希望他在地最優先 他來這裡建設 形成希望說 帶來當地的就業機會 我想這大概是前提跟原則 你依照你對 因為你是管政府的人 希望你有辦法應用到交通部觀光局 希望將這個要招募人員的東西 下放給眾外相公所 因為在地來處理這些事情最適合 你看這樣有可能嗎 我們去做意見表達啦 但是那個保護不是說 縣府這邊可以決定 不是觀眾有辦法決定的啦 我感覺你是一個很好的人材 但是說得很狂 有時候感覺到好像 又恨又愛啊 我不是對你講啦 你媽你還 現在 現在 最好的處長就是這個 最好的處長啦 那四個也都說到變化了 這樣齁 那個 那個政風處 處長 處長 我看你的工作報告很簡單喔 只有一張而已 他又沒什麼事情了 沒什麼事情 我們處裡面一共幾個人啦 請黨 感謝議員的指導 政府處的邊界有二十個 但是醫生的原價是十二個 醫生十二個 你請怎麼二十個 沒有 那邊界 邊界十二個 二十個 你請十二個 醫生的原價是十二個 目前有十一個 你請十二個 是喔 還是醫生十二個 你請十二個 你請十二個 名額二十個 編制的原額有二十個 編制 編制 只有一十二個 只有十二個 實際大位是十一個 你現在是十一個 你現在是十一個 你現在是十一位 現在目前有十一位 十一位 不怪才 你現在做這長男子而已 我感覺到齁 你說 處罰蝙蝠記首使售檢舉 曾請案件 既有行政處理 什麼 什麼 澄清結案後 追究責任等案件 九十一件 這九十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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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最後是怎麼處理 這個處理的結果 我們可以了解嗎 這沒問題 我們剛才就是 修理檢舉頂證 之後 要進一步去延期 去調整相關的見證 來做了解 所以說處理的結果 就是 在這個 內容裡面有什麼 做行政的處理 學生是說 澄清結案 或是說 有延延的原工的疏失 我們就會追究這個行政責任 剛才就是分這幾種類型 在做處理 不然你這九十一件 你就送給我 讓我了解一下好不好 好 沒問題 那個秘書處 秘書處 秘書處 處長 那個 我請教你 我們現在的公務車 報廢 退休了報 那個 那個 退一位公務車怎麼處理啊 好 請答我 感謝台北主席 關鍵到 文議員說 只要我們現在如果 報車量報廢 我們會上那個 席務網去拍賣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 網路有一個席務網 跟他拍賣 拍賣之後 就可以過負嘛 對拍賣看上 拍不到 他會來跟 縣政府這麼過賀 那一年一次我們公庫來賣 他要再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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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年以上 如果說對方 如果覺得 他就來賣了 沒有啦 你所謂的過負 是報廢過負 還是報廷過負 對啊 沒有 我們 管府裡面這裡先報廢嘛 然後送媳婦網去拍賣 沒有啦 這樣就沒菜 這樣就是報廢嘛 尖離站 尖離站是怎麼沒報廢 是我們內部的 報廢的程序 因為超過十五年以上 車輛覺得說 有要太久翻新 先來報 行政序 早了 之後 在媳婦網拍賣 拍賣完之後 到監禮站 會去過負 就是報廢過負而已嘛 應該不是 我們這邊 即是從財產處分掉 要讓他們報廢過負嘛 你們來不是 報廢嘛 沒有啦 行政序 但是 定屬是中醫 中醫 中醫 這個 財產處分而已嘛 沒有報廢嘛 對 好 那個 做政務 我現在 我覺得 我們管政府 一年的用電量多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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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給委員報告 我們一年 以今年來講 244萬多 差不多一年的電費 要照一年這樣看 是950萬 平均 它有分夏季 跟董事業用電量 在夏季 因為開電器的關係 一個月差不多都100萬 到120萬左右 電費 有全部換LED LED 現在我們換到差不多 百分之四十幾 在幾年 年代 之前的全部都泰化成LED 好 那個 我現在主要是說 我們縣政府的照明是不明 我們的照明是不明 我們的照明是不明的 很多公共 公共走道的部分 我感覺太悶了 當然現在 蓋下去了 那不要說蓋到什麼樣的 但是我自己感覺 我自己感覺 我每每要進去縣政府的時候 那整個通道 怎麼都阿民索尿 是不是我多歲了 蛤 主長你看 蜘蛛比較壞 蜘蛛 蜘蛛 當初這棟大樓 我們在設計 就是以綠能為主 盡量不要去開電池 然後有一些天井採光的 所以有的部分 我現在有第一要求說 夏季的部分 跟冬季它的那個 開關的那個走道的燈 我們會去調整 隨著天氣再調整一下 我的感覺 我的感覺 我現在的感覺到 我實際的 這個 在看的結果 我感覺非常暗 非常暗 不要說我做了 我這個會手 還比較多人 這個 基本的走道就看不清楚 這樣這算什麼 幸福 今天要走路就不方便了 你沒辦法 所以我 我建議 縣政府在任何一個 公共走道 你們的辦公室 不點 不點 你們個人辦公室 自己去處理 公共走道 公共空間 希望縣政府 應該要提高 它的照明度 我真正的 民宿而已 你跟人家做什麼 管政府 那個 主席 列入紀錄 好 列入紀錄 那個 以上 就是我的時間 村內有林志宏 好 我們邀請 林志宏一員 好 這樣 我先 先問那個 看是秘書處 還是 人事處回答 我們府內的員工 不管是公務人員 或者是約聘雇人員 如果公出 發生直災 使用公務車輛 發生直災 你們會如何協助處理 好 請問 如果公務車都有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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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如果 申請出差 開公務車 我們就叫 當初保險去理賠 好 我們的保險是 哪一種保險 這個保險是不是 我會後提供 就是 一些強制險 我們都有保 改保的我們都有保 強制險是一定都要有嗎 對 就是第三責任前 那個部份我們也有 有去保 那個部份 是不是會 我提供資料 我們任議員 對 我是覺得說 我們 府內 員工 其實都蠻多的 公務車輛也不太多 高雄出口 車輛也很多 所以 應該 要主動 幫助我們 的員工 在這個公出的時候 難免如果遇到的時候 讓他無後顧之憂 我們這樣照一般調解程序 我們遇到的 你只有強制險 任意 有些任意險都沒有 他又要負擔 來 來 我補充一下 因為 這個部份有造責的問題 雖然是他們說 然後他如果說沒有遵照交通規則 去那裡 那有一部分 保險是沒有利害的 這部分 如果說 我們是依法 而且還是遵守交通規則 當然 秘書處這邊 還是人事處這邊 也會盡力去協助 同仁去爭取一些相關的 好 怎麼協助 我們這邊就是說 在合法 合理的範圍 我們會去合作 甚至跟那個保險公司 去爭取該有的 理賠 這樣好不好 請秘書處這邊 把所有府內的公務車輛 包含四輪的 兩輪的 有無任意險 列一張清單 給本市 因為你如果說 剛才高隆事故的問題 我們的官工 其實我們 議員這裡都很認真 去感動的 我們管副 一感動的 你們金長 這個會坎也好 還是說 公出 服務案件也好 像說 社會主 社工要處理訪事 衛生局也是 其他單位也是 那這情形之下 難免車輛這麼多 目前依然現在車子很多 萬一有什麼狀況 怎麼發揮保險的功能 保障我們的員工 再來 高隆事故 一定是兩兆雙方 有可能剛才管民 也有可能剛才外管市 我們民意代表 我們都要洪洋 遇到了 縣府沒有保險 又很多問題 衍生很多問題 但有保險我們好處理 這原則我們都知道 但是 有些時候 不是保險 能夠全部cover的 好 請問請秘書處 好 謝謝 那我們現在 繼續 要邀請黃淑琴議員 我們是聯合 我跟張秋明議員 張明華議員聯合 然後張秋明議員 吳鴻某議員 跟 楊智慕議員 還有志弘議員 志弘議員再繼續 你們大聯合就對了 他們先 好 兩個聯合 40分鐘 文青 好 這樣我繼續 接下來我請教公宇宿 你在 飼料裡面有什麼 合法飯店 199間 總共有6,230間房間 民宿業者有1,191個 房間數4,703 我現在要向你請教 現主席 當你行券 或是你申請的 不管是民宿還是飯店 所容 申請中或新建中 所容 有幾家申請 那可能的房間數有多少 主席 跟林議員報告 那 今年開始 陸陸續續 像今年已經 那個 已經開始營業了 像煙波 像金泉 那陸續 馬上接著 還有6 那個 新建中 跟那個 申請中 或者籌備中的 總房間數大概有40間左右 那總加4,000間左右 那總加數大概有20 那 他的每一個年度的見度不一樣 而有所不同 那民宿的呢 民宿我就沒辦法預估 我只能看他送來申請的案件 好,你把這個 到目前為止 520之前 申請 新建的案件 做一個統計表給我 民宿他是做 附屬 所以他的建照 或者他死照上面 不是寫民宿 所以我這邊沒辦法預估 那飯店的部分可以 因為他有一連串的投資計畫 好 再來 目前招商的成效為何 104年度 新成立的公司行號有多少 倒閉的有多少 已去年 這個會後的資料 會後 會後給我 我現在想要問的是 目前招商的成效 你置評結果如何 我們是 目前統計資料 是99年到104年 那總共的投資經費是 有200多家的進駐 好,創造多少就業機會 然後 就業機會 好 預估 預估的就業機會 有一萬多人 一萬六千多人 預估 那實際呢 到現在實際呢 實際的狀況 因為 那個 企業那邊 有沒有足以進入這個部分 我這邊沒有統計資料 對啊 你們沒用心啊 我們年輕 年輕朋友回來 找不到工作 最後還是 再去竹科 再去桃園啊 這邊 藉由今天 再次跟工商留宿 拜託你們一定要用心啊 我們很多廠商 特別是宜蘭的 宜蘭人在外 事業經營有成 要回來宜蘭 你的輔導措施 獎勵措施 都不夠啊 都不夠啊 有拿出來檢討嗎 看局處的檢討 建幣率 融機率 很多問題嘛 那人家願意回來嗎 他想回來 我要回家鄉 幫家鄉的子弟 創造就業機會 你們有努力嗎 你們有去改善嗎 你們有去改善嗎 跟那些不關 我們這些廠商 這些廠商訂單接不完 他要回來宜蘭設置 都遇到阻礙 對啊 你們的輔導措施要出來嘛 沒有 你們輔導措施要出來嘛 他現在又把訂單 丟給下游啊 你宜蘭有設置啊 這邊有需求的時候 我們用專案輔導的方式 那我們可能會比較直接 針對他碰到的問題來 那之前 各局處都在推來推去 這是有誰的責任 這等一下建設處 這等一下哪一處 那跟林議員報告就是說 縣政府有招商辦公室 那招商辦公室的負責人 就是說 負責來主持這個會議的是 副縣長 我要強調 用心 傾聽廠商的心聲 這裡都優良廠商要回來 也都很環保 一定符合環保利縣的廠商 是 了解 結果 你們的配套就是 我們依法行政 這個也不行 那個也不行 那新北市 桃園 新竹市 都在搶 他心還是想留在宜蘭 你們都做不夠嘛 我們在加油 再來 因為時間在你手 我想 電子有一場 你們的那個 對自治條例利益良善 我想請教一下 電子有一場的退廠機制 有沒有 就目前的法規 不是你現在設定那套法規 正常的程序之下的一個退廠機制 有沒有 你說母法的部分嗎 還是說我新的自治條例的部分 我不跟你談新的 我跟你談現行的 現在合法業者的 沒有 所以你要定這個 自動退出市場嗎 我們是希望能夠有效統一 一致標準的管理 我想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利益良善 當然就像你剛剛講的 公益 這是屬於公益 但是你Google一下 800公尺 宜蘭市沒有一個商業區 可以有這樣的業者 合法申請的業者生存 請你們好好思考一下 那法律 強調的是信賴保護原則 不溯及既往 你們定的這個自治條例 大家都不用算 雖然它是一個灰色地帶 但是這家業者是依照合法的程序 來申請 把主管機關申請 我覺得你們就有立場要保護人家 好 時間 別再說了 主席局處長 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想這邊請問鎮峰處 除了宣導之外 鎮峰處還有什麼功能 那最近這幾年有什麼東西被你們發現 主席 感謝黃議員的指導 鎮峰處我想我們大概在工作上的推動 以及我們鎮峰機構管理自治條例 大概除了 比如說像 沒關係 你工作內容不用講 到底做了什麼 好 因為我們一直看你的網站 一直在宣導、宣導、再宣導 對 但我不知道有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針對你們的那個 台電廣安便電所 一直在延宕 一直不讓我們知道 他什麼時候把心理電所搬遷 這些回文 你應該去查查看 我們很不舒服 我們看不下去 但是我也沒看到 你有什麼動作 東部門應該有賭子 有幹什麼應該都可以出現 但是那些事你都輕輕的帶過去 好,請處長回答 感謝黃議員的指導 這幾年來 比如說在我們這個先導的部分 大概我們每一年度 大概有一些專案性的先導 另外就是說在查處方面 我這邊也有一份數據 比如說102年到105年 好,你私立下給我 答案私立下給我 可以,好 那沒關係,你那個 再回去看看那個台電便電所 台電的便電所 那個回文給我 你自己看了 應該也看不下去了 有一個東西 請問公有財務可以適用嗎 你的網站有寫 公有財務可以適用一下嗎 那請問萬有辦這種事情 怎麼辦 公有財務 我看這個可能要看案例 請你去查一下 是 公有財務可以適用一下下嗎 而且適用很多很多年了 你請坐 那個公旅處 這個跟我想現在的科長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想應該是保障民眾的權益 當我們的民宿條例 有一條是那個民宿管理辦法 第十三條 經營民宿不需要辦理營業登記 這個在你的前任 前前任的處長 我們都說了 經營民宿不需要辦理營業登記 但需向縣市政府申請民宿登記證 即專用群那個標誌 我們目前還是持續要求所有的民宿業者 要做商業登記 我們要求那個沒有辦法做合理化的日租民宿 因為全國沒有法條 我們還是要求他做商業登記 這個是很多年前 我知道跟現任的科長沒有關係 那請問怎麼辦 那這個條例下去 假如說他登記商業登記之後 稅金是有問題的喔 五金以下 不要用商業登記 不要做工商登記的話 他是免繳所得稅 但是你如果登記下去 國稅局他就會來跟你扣營業稅 所以這不是要做相關宣導 為什麼以前的科長 以前的員工 一直讓民眾 而且到現在還給人家聞說 你一定要做商業登記喔 那請處長 跟黃議員報告 那個商業登記的部分 民宿的部分應該是不用 是啦 我們都知道應該不用 但是所有的承辦都要求人家做商業登記 你去看看 你每一個民宿都做商業登記 每一個日租民宿也做商業登記 你查看嗎 那這個假如說我沒有做登記 我就是出家的稅 應該不是不用做商業登記 你去看看所有給人家空白的 請人家要去做相關動作 包括現在新申請的 所以那個科長運心來了 因為他當時也不是做這一科 這我在幾年前都講過 一直沒有改善 你根本不需要做這個動作 五間以下 你超過五間了 我沒有話講 我了解後之後 我是不是專案跟那個黃議員報告 沒關係 你去查一下 那請他們不要叫我們家 照理說法律不用就不用 法條根本就說不用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傳承那麼多 你一直叫人家做這個動作 沒關係 你請坐 好 沒關係 你請坐 你們以前的一些處長 都這樣爛用你們的權利 好 那第二個 當你任何的合約BOTOT案 當觸犯合約的底線的時候 您那個限制 好 例如某一家 你限制說 假如他觸犯合約解約之後的十五年 你才把他的違約金或什麼金給他 那這叫宜蘭縣的法條 全國法條有這樣嗎 雖然有些行為是不太下當 但是是不是要做這麼大的懲處 處長 簡單帶過就好了 我講交際案 那個跟黃議員報告 我想 所有的處參必須依處參法 依契約 然後依民法 依刑法 來執行 那 任何違背法令的部分 不管是廠商還是公部門 都不行 所以 對,有沒有說 當你這個合約終止之後十五年 我再把你相關金額退回去 宜蘭縣應該沒辦法這樣 沒有這種情形 那個如果廠商他有對於行政處分 有意見的部分 他有行政救急的管道可以走 另外還有其他 合約上面都會有其他的管道可以出 沒關係,交際案你去查一下 是 每拿出來就是這樣 請坐 沒關係,你查看看 雖然他的行為不恰當 太多行為是要讓我們去加壓給他 但是這個可能比較重 我這邊問那個秘書處 那個我們去年 宜蘭縣政府每一科是都可以發言 都可以代言 發言 但發言會造成 我們很像是 那個行政的言語不一致 會造成影響到宜蘭縣政府的那個形象 所以是不是說未來各科是發言 像我們的去年三四月農地政策 處長也可以說 然後誰也可以說 說到後面 奇怪很像都跟縣長講的都不一樣 搞到後面是所有人要罵縣長 所以有些政策讓我們也覺得很不舒服 但是是不是統一口徑對外 我想這新聞處的相關發言人 這可能要控制一下 因為不是每一個局處長都可以跟每一個人 聽得懂每一個人說的話 所以阿拜發言的時候 口徑一致 然後對外一致 不要等一下弄到又要請那個首長來悲罪 我想說這是一個建議方案 那最後不好意思 那公旅處 我們在想說您當時有說那個生態公園或生態綠洲 我們是不是可以集結說包括加東橋 處理條 包括清水公園的動線河道 整個集結起來的效果 可能會比你單一說它有功能還好 那我們希望未來的童萬節可以共同連線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就請張明華議員還有其他議員 你這邊零嗎 還說你這樣就好聽聽 來 主席 各位處長 那個工林處長嗎 上次在這裡頭過沒有回答 之前車道的那個通行 維修通報系統 一天跟他講 跟他講這麼久都沒有看 路市政怎麼會晾到一朵晾 那個當時也給我 有做後遺距離也給我韓文說這個要接你 結果那網站裡面都沒有看到 這個報問的 我是譬如說可以趕緊好了 就是這個天蓋的事情 我是譬如說 換你來的時候 路線又加一點 結果也是加不完 那天算在你做用的米出問題 小英總統 你是不是送他 是不是 你上頭就好了 我希望你會放的 不管我們地方來過的人 人都不去的時候 可能我是說這個米的概念 所以我譬如說 郭女廚那邊 這間還在加緊那個螺絲一下 沒問題 另外違規民宿的部分 像我們都查了很多 你們查合完以後 都會列管 列管如果沒有再繼續從事這種廢法營業的時候 我們上頭就有出名了 不然我們上網站裡面 對於違規民宿 列到很多 如果沒有的話 是不是有出名掉 不然的話 讓人家有一種觀感 說 疑惑我怎麼這麼多 不然是設施工廠所 事實可以檢討一下 如果沒有 就給他提示 不要放在那裡 這麼快看 請給我們 你們知道日豬套房的部分 你們在觀光局那邊有沒有得到什麼訊息 後續怎麼處理 你們有嗎 你們知道嗎 日豬套房的部分 監察院他也有列管 那他也針對我們執行的狀況 那監察院你只認為說 公旅處這邊 依然縣政府這邊 因為我們的... 沒有啦 我不敢這樣說 國王局那邊 對日豬套房的這個區域 有什麼生活 什麼處理 構思 你們知道嗎 不瞭解他的方式 不瞭解 所謂說齁 裡面跟眾議那邊齁 連結也要連上去啦 他現在公共那邊 屬於 已經要再走那個各區的特色的日豬套房 不掛在民宿下面啦 孫恩傑 你都不知道嗎 這不知道 你說 路四哥要再掃 要再掃 這一個人的訊息已經跑出來 因為他為了要解決台北市 台北市新北市一些背包客 禮館的一些狀況 所以要走一個特色區域的民宿 已經有在演藝 已經開過的變化 你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聽說 同樣 上頭要連結多少的 另外是 今年特別行的那個紅磚路的部分 現在我知道他過去文宿局 之前我要求處長提供一下以前的合約 因為根據合約裡面 我不知道 我們是要基於有那個都島跟福島的那種地位 來去協助他們嘛 有沒有 所以當時你看這件事 因為大家都說不清楚 包括管制這邊的稅不清楚 尖閣一段的運作運的情形 三成就這麼大的紅磚 現在這位跟我們又開幕了嘛 重新開幕了嘛 所以說 我想說這個裡面的狀況我們要了解一下 我希望你能夠提供我們的 我們這個 相關的資料 和相關你們督導的資料好不好 是 因為我嚇到我們不要嚇到那邊 沒有 經過你 經過大事 中心在這個 這個叫檢討 還有問題一大堆 是 還要給我議會 悲傷無名 是 我希望這個很麻煩你 另外是不到一個部分 其實在上次的那個 我們的預算的時候也有很大的爭議 就是大家都想說 去年剛才才辦的 辦得不清楚 你今年有什麼想法嗎 我們會從檢討開始 就是說 把過去幾年 他所辦的不好的原因 那我們檢討 那當然檢討之後 針對不好的地方去改建 所以我們也同步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每個禮拜會召開一次 我們內部討論會 對外部討論會跟發想會 那我們整個檢討的部分 檢討的部分 我們已經先檢討過一次了 那之後我們會針對不好的部分 下去進行改善 這要有結論嗎 幾個方向嘛 譬如說我的目標 客群的定位在哪裡 那我是希望要 線外的遊客 還是我是針對 現在線外遊客大家都沒有意見 是剛剛執行的那個過程 那個內容 大家很大的意見 所以我們提早 提早來進行發想的動作 發想就是意見交換來發想 那我們找過去有參與過的 找idea比較多的 意見點子比較多的 那找比較有想法的 那我們也找長者來講他們的需求 所以我們希望經過密集的討論 我希望收集這種議員 我們為了你這個議選 但是希望你今年 了解 一定要跟今年沒辦法 不過 再重蹈復測這樣子 就很難交代了 我們會討論發想 討論發想 來希望能夠端出一個最好的 其實我們阿嬤也很大 那個 面對這個 這個瓦棠 我們是希望能夠呈現最好的 而且 能夠為宜蘭帶來極克效應 又能夠照顧到我們的長者 那銀髮族又是消費率最高的 那也是 最辛苦過的 好 麻煩你今天再用心一下 是 另外現在我們處理裡面很多的美好案 當初青水港和河道 包括剛才我們 黃毅也提到 嘉東教這個部門 其實副農業也一樣 意思 整個河道非常漂亮 但是我們這個 嘉東教和副農業這兩個不處理 問題很大 因為整個的景觀 可以說是非常不好 包括說 我們現在你通過了200萬 對於這個青水公園跟 東山河巡船這個 一個可行性 一個規劃評估 這兩條橋我是希望 你在那個規劃單位 要再考慮的時候 表達一下意見 這個一定要重新再做 就更新的部分 這個不管是要卡住 還要怎麼做的 都是記住 如果沒有 建國 有些好處 就說這兩條橋 可以很大 你已經當局到 我們收了解 你如果怕準 跟那個官大也已經出問題了 你說 沒有什麼比較特殊的船 可以這樣跑這種河道 這一定要 尤其是 青水公園 從開園到現在 除了每年的這種同胺節以外 幾乎 沒有什麼其他的作用 在存在 在我們地方 一些民宿業者 官方業者 來講 都覺得很沒差 所以對青水公園 很大的期待 譬如說 透過這次 整個坪告 可以在家裡 可以多用心 去督促一下 各位單位 能夠好的意見出來 不怕你這樣 也不是辦法 這年 開設的錢 進行一次 對地方 這種期待 弱勢非常大 是 希望整個立法案 這個部分 真的能夠成形 是 不然 我們 在大大延期 白天不到 跑下去 晚上跑下去 存在那些地方 最好 是 我們公共的空間 這才能輸透一下 了解 好 謝謝張議員的指示 大家好 我想沒什麼時間 我現在開始來 來做一些事情 來做好想來做鼓勵 來做鼓勵 我出來的上面都全 八十炒 比你們家的炒 更漂亮 你們如果比較少 沒有 靠近做出 你們的 選擇 後天 會像 沒辦法補 搓下去 我們所有的工作 都是發報的 你會知道 觀眾是九封 你不懂 一封 拼封 自己選擇 要求他們 六十 工作的利用 六十 工作的品質 不可以說 讓他們 亂 亂 待會 不然 總是來 名簽進去 一頂去 工作 幫他 這樣 拖廚電 靠近是不好 我是特別 要跟郵區 規劃科 跟郵區 管理科 提出 你們 一定要 六十 下去做 說得更簡單 我告訴你 說一遍 我們 富農業 完貴富農路二段 是怎麼 跟當受傷 要不得到 做出 靈本性 萬一那樣的作法 先說我 特別說我萬一 我 特別跟你說過 那些地方 是不是 孩子和人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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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沒有在那裡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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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怎樣 是你們管沒法的 或是直接沒去管 處長要求你的庫長 不像你內地上班而已 庫長要求你的祖長要完工 確實下去感動 確實下去順勢 將工作做好 你怎麼可以幫他 幫他怎樣 像在旁邊平 一定要再說一次嗎 還是要管長做主任才可以做好工作 你給他看 你加當局以上 手 十手那麼多 應該拉好就拉好起來 不應該拉好,要第一次嘛 那個平 自行 在做庫長的時候 創到這麼好 現在官國都走出來 到底是怎樣 那個庫長現在又選起來了 到底是怎樣 是當時庫長要求的 現在是庫長要求的嗎 對 這樣是這樣 有辦法說帶動所有 送我當選給他漂亮 什麼叫做館廣的品質 你們金本都不要用心去做嘛 你在管理的 你去管 四十位而已 一位我跟他說到這個 你老人要怎麼做 沒辦法也是一樣 那裡全館 本時庫長的時候 都處理掉 現在又變成這樣 那裡的庫長 都不會拿走 我想不到你們到底是做什麼 那庫長是怎樣送去 不能拿走的嗎 他如果要求你也要叫他白色好 庫長好了 庫長在發館 嘿 實在說起來 妨礙觀賞 人要搶誰也不會搶你了 這幾點要特別要求 十幾個月 我如果像這樣的時候 我都不會再拿去 我先把你們的處理說好 我來我要求 要求我們的 匹師傅和人士傅 你們的人願要稍微看看 你們去跟這些 庫長處理說好 不能辦法 人家為 沒有關台是誰 人家一段禮矛就沒了 這點你們要快點做處理 我也沒什麼時間跟你們說一下 繼續不請五方母議員 好 請吳翁摩議員 大會主席副議長 四位處長 各位科長 各位同學 針對工商旅處來先談一下 好了 工商旅處 我現在是覺得工商旅處 我們是應該 行政效率要好一點 我在講什麼 應該你很清楚 我們的行政效率太壞 不是在利益開始才壞 是政政就壞 四五個處長過 到政政 差不多幾個年了 那些事情都還沒完成 我講真的 這個講真的 說出來就笑死了 我希望說 在你的現在的日內 應該加把勁趕快 不要影響整個宜蘭線的觀光發展 這樣這很重要 這拜託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宜蘭管制服務 對礦業 到底成了一個什麼樣的態度 這個礦業 加強礦業機場工作 業務室 是我們工旅處 工商旅處 我們要問 我們工商旅處 到目前為止 總共有幾個礦場 有幾個停工的 有幾個已經結束的 這個你給我順便答覆就好了 我是覺得說 有人 申請幾十年了 只有錢 叫人在地開 在地開 環保教那邊 這條 那條 就打工都不行 不行你就剛才說不行 不要讓我再開工錢 開一次 開一次 開月下去 都要幾個百 幾個百 你說他就沒辦法做 坦白告訴他 你不要再開財了 確實你可能 沒有辦法拿到你的 載年的執照 這樣不容易 可以 沒有人說 說真的 在地開 沒有意思 你不要做 疑問就是 把所有的礦業都停止 那你就是 要事先來表態 說不行了 就不要這樣來做 我希望 這在我們工商 這是你們工商的一環 不要說 讓島主就一直到島主到外 水便無貴 阿軍政經事不好 不可以說 你這個不可以做 不可以做 這再來 再來 我們宜蘭 就是說 東論宜蘭的 溫泉劇在礁漆班 每年都有再辦 但是 我希望說 一年要比一年辦好一點 要有成果出來 如果沒有辦成果 錢花 花錢沒有花在島口上 是不用辦 那你促進我們整個 觀光和展力的發展 要辦 會給人 每一年 都要有一個做比較 我希望說 市長 希望說 你把 今年要準備要辦 準備要再辦 你要怎麼辦 你先 大概 你們應該有個個構想 把那個資料給我 在你七年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年 所辦的 跟一百零三年 來做一個比較 給你調子裡看 你們到底 你的成效是這裏 這個也是麻煩你 再來 郊七龍潭湖 郊七龍潭湖 你會看 現在觀光局非常多 觀光局相當多 尤其這陣子 這個故意 要去殘暖 所以很多 看 那一天 好像是最高的時候 打到七八千人的樣子 很多人要來看 目前 我們的龍潭湖 反正是不錯 但是還是要加強 我覺得 整個湖邊的道路 應該要再加強 要過得完善 那個地方 發電 但是 我覺得我們的癱瘓 還是要加強來管理 那個癱瘓區 應該要加強管理 目前 我們准癱瘓區 是有多少家 這個 准幾家 到底這些 有沒有全部在營運 如果沒有營運 那個 要做怎麼樣的做處理 我也想說 不要說 他現在幫你 算好之後 開始都幫你停止 他都沒有在做 但是要等什麼 要等轉賣 我應該你很清楚 應該你就知道了解 了解這個情況 所以你把這個 給人了解好 反正一下 還有一個就是 其中一點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所有的 風景區的 安全設施 和景觀維護 和清潔度 還是要加強 在專題報告的時候 我在專案 專案報告的時候 就有說過這個事情 我希望說 應該就是這樣 要有宜蘭館的觀光 發電 一定要拿這個 這個要拜託你 其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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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馬上好 不好意思 再來就是 那個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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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獨立無二的聯合 有限定是 我們很多工庫在裡面做的 我想說 每次我都有提到這一點 所以我說 你104年 你104年 你104年法管 到底是差多少 也沒有說 你們這樣的法管 有效的 賀子他們 我批評說 這個 這個就是 我們要一直一直要在 進入這個節目當中 他們有非法廣告 對這個產品 對我們 獻品造成傷害的 當然 一定要重罰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所以 這個我們也要做一個比較 每一年要做一個比較 來說 我們的成效到底好不好 也沒有成績出來 他也沒有減少 他也沒有減少 我們的法管料也沒有減少 我希望說 用書院給我答覆 再來就是說 我們的書院案件當中 我看所有的書院案當中 民眾的書院 大概都處以列方 都跟管政府打不贏 管政府 因為管政府 那些外國的都管政府請 所以 都會比較偏單 縣政府的處分 所以 都不贏 我希望說 應該也要成立一個 協助民眾來書院 讓他們怎麼跟管政府來做書院 不要說官官相互 所以是書院的結果 都做民眾處以列方 這樣是沒有啦 我這個就希望你們說 看有什麼辦法 來輔導我們這個 這個是其中之一 包括消費者 消費者 消費者的調節 我覺得這個性質也都不太好 消費者的保護 也是一樣 在調節的地方 要是不太多的成立 性質不太好 這幾間裡面 才調節 二十幾間可以達成 其他的數字還是差很多 所以這也是有必要再加強 所以我在這裡拜託處長 這幾個子做好了 人數就是要加強 加強你們的人數管理 不要亂激發 政風要預防什麼 預防我們的員工來犯罪 不良的行為不好發生 以上 拜託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梁順牧議員 主席 副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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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當時 五安 本來有一條 今天要來問我們公理處 本來 在上面的議員的時候 一直說 宜蘭湖 去年上面 前幾次的議員也有提案 我不知道 這個案 現在有在我們的處長 我想 我們議員官不管是政策 中央 壯款也好 廣泊也好 到處很多觀光區 本身都很高興 但現在聽很多議員說 我們官房客都很多很多 不過全家什麼設備 我是說議員市 基本上沒有觀光客要來 但是不是議員沒有來 因為我們就 欠如很多設施嘛 初中你說有做宜蘭河要保持煮煮 想過煮煮煮就是岩石嘛 但是現在的社會應該要加一些建設 才有人會來的 你看看宜蘭市 現在東西南北只有白宜蘭河 這兩邊最冷冷淡淡 最蝦蜜就是這層 臺灣市有幾條河經過渡市的 這麼煮煮這麼漂亮 我不知道我們處長說這一年多久 有拿去檢討還是有優關單位 來討論說這就是可信性 請處長給我回答一下 大會主席 楊議員 我想在前幾天的會議裡面 楊議員也有給我一份對整個宜蘭河的構想 我相信宜蘭河政體整個很重要 公里處這邊的努力打拼 提出一個最好的規劃案 就是來做分枯分担的設定 我們目標清楚之後 希望有好的規劃案 再來正處檢討 對 我是說我現在發現宜蘭河的主席 保持主席都不在一起 不是啦 像這港湖也可以 台北雞人河也可以 你會逼腳 那港湖也可以進來 我說的意思有些很像的意義 是 我剛才說宜蘭市的北平家 宜蘭河兩房 七七兩兩 我就帶動經濟 還是就業機會 那個地方 如果有人在出錢 人口哪有錢 人潮多就有錢賺嘛 那兩房一定會有一些咖啡店 減餐 是說做一些 對這個觀光客 經過的所在 要用的東西 在那裡會產生 就創造就業機會 跟創業的機會 那一天就是不冷冷淡淡 你不能說宜蘭河看得很漂亮 但是我看不到誰人在那裡走 因為你一個便所也沒有啦 說過幾次 也去花坑幾次 便所 你說放不下 會妨礙這個觀瞻 但是可以把它藏在補房裡面嘛 我說藏在補房裡面 水電沒有 有多少水電不夠 我請到處長 那個 這個補房 這個案子就是會後 我們剛才做了解 楊宜蘭河 這是宜蘭河 真的是同有特色的 我剛才說 怎麼樣維護它的自然生態 再去做建設 那是這個環節 就是說結合我們的鋸槍 結合我們的尾管宿 結合我們的楊室芳紀念林園 結合社福館 然後 在我本身的部分 來跟市區做連結 這個很重要 我知道 你知道嗎 要跟第一波全局 也要跟它討論 是 因為我從那份 那是參考的資料 是 那都是在平面的 是 它整個地方 不能超過 五十公里 一米的管道的東西 是 但是那都沒有超過 我們做做的研究 再做一個討論 是 有的可信性 再跟它做一個 以後再做一個機會 再做一個想法 做一個想法來討論 我剩下時間 兩分鐘也跟他講 我請教人事處處長 有關 我們現在管理你推動的組織再造架構 請教處長 這個組織架構的內容 是由上而下 還是由下而上 請簡單答覆 簡單答覆 那個 是我們組織專案小組以後 開會討論 召集人是你嗎 召集人是秘書長 秘書長 秘書長 我覺得 這份病的內容 有待商榷 所以本席在這邊公開要求 這個內容確實應該在做調整 在送進議會 所以你們也沒有透過程序委員會進來 謝謝 所以我是因為 現主席還有一個單位 我覺得條件後 沒問題 你說像建設處 以前你說像公務處 或其他都在建設處奔處 現在好幾個建設處都沒有了 你們怎麼把人設處變掉 我是覺得是這樣 再來你們像 建設單位 確實 你分出來之後 他 執掌的項目或業務 我是覺得確實還是 不是說 將單位 大到小的部分平均化 結果你是大得越大 越大越小 我是因為 確實是還有待商榷 對 你們原本也要說 將社會處跟衛生局變在一起 我看你們也調整調 對不對 這兩個單位 原本就不應該變 我告訴你們有踩煞車 我是因為 組織再造的調整 應該跟全民對話 讓議員有更大的 參與的這個空間 反應地方的聲音 因為北京 我們單位調整了之後 很多八成 你如果沒有時間去 性能說 這個單位到底是怎麼變 怎麼調 八成要去找學部 他也不知道 要怎麼去做這些 相關的學部的工作 所以我告訴你 確實是有在檢討的空間 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提供 我們人數處這邊 來做一個建議 以上謝謝 謝謝 我也跟秘書長反應 謝謝 好 我們保重很多記憶 我剛才邀請那個 紅磚為美鳳案的 合約書 跟督導的相關資料 請給我給我 好 例如基督 我們現在 在那一段十分鐘 我兩點鐘 被拚了 那一段十分鐘之後 剛才說不到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會 給每一個人五分鐘 謝謝 沒關係 我們在休息一下 後面再再參加 好 再三兩 三兩 再三兩 三兩 一段十分鐘 再三兩 一段十分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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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 没有的话 这个大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以后 以后 这个 我们也会 感谢观看 这个部分 跟跟 大概是 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 之前 是 要求要求 我们是 是 就是 大家大家 有 要求要求 休闹 我们 包括 冷泽 我们 我们 可以变成 我们的家 好,感謝主席 好,我先繼續問公旅處 我想,政府是一體的 今天報紙又登,郊西三號道路的動線 我想,梅州地區的觀工廠 大型遊覽車都出入在大坡路 都造成大坡路,我們宜蘭市跟郊西鄉 我們在地人出入睡覺,尤其是假日 我想了解一下,我們這個橫向溝通 無關建設處跟公務處 你們有做過的流量統計嗎? 大型車輛,你們有建議 他們怎麼使用,怎麼改善交通嗎? 我想,這個產業政策 特別是我們官方產業的一個推動 我們宜蘭,陳正南議員也有提到 我們的交通,怎麼把點串連起來 都是我們的關鍵 其實我們看到建設處的一些計畫 裡面有提到,南方澳有電動公車 要開始來試運行 你有什麼想法,把它串連在一起 我再把這樣的點,拉回到宜蘭市 前幾天,黃定議員在質詢建設處 在要求,管政府要跟立委 向郊榮部來證出這個 哈羅基地的列車停靠宜蘭站 我又不一樣的想法 我們宜蘭站現在,管政府用心做了一個幾米廣場 吸引那麼多觀光客來 為什麼我們不能跟交通部爭取幾米的火車呢 來宜蘭這頭啊 我們有這麼好幾個點開始串連嘛 宜蘭現在也在推動這個幾米的觀光公車 我們是說由這樣的點,宜蘭市的點 在服務員放射出去,跟綜蘭 我們剛剛黃建宏議員又提到這個 這個遊客中心嘛 跟東港海邊那裡 管府你們也都做整個啊 就我側面知道最原始的幾米是要設在那裡啊 那是不是有什麼意象 幾米的農村印象 跟綜蘭的農業也能帶動起來 未來我們的統頑公園 現在你們也要做啊 是不是能夠把它整合帶動起來 我想這你們可以好好去輸購一下 再來,因應520啦 我們的佈國裡面 你們過去有什麼國家 其中一個國家叫做大陸啦 我希望你們能夠證明啦 叫中國啦 中國客現在因為 融化的關係縮減 對於我們觀光立宪的宜蘭 有什麼樣產業衝擊 你們的人數有沒有相關的人數統計 外國課、中國課 還有本地課來宜蘭 外縣市來宜蘭相關的數據 所以我剛才想要問你們 這個飯店 新建中跟申請中的飯店房間數 路客縮減了 其實其他的地方很多飯店 是收不到客人 苦哈哈 我們有什麼因應的措施 內需的產業 我們要怎麼讓我們在地的經濟 可以發展起來 讓我們從我們宜蘭縣 走出國際 讓國際觀光客進來 相對也帶動台灣的整體觀光 我想我們宜蘭館身為台灣的其中一個縣市 我們還要以觀光立宪為主 想說我們有什麼 可以好好來努力的地方 想說觀光行銷課 一定有專門的課在做 我們希望這個成果可以突顯出來 再來 好玩卡 推了一年了 也很努力結合了很多點點點產業 可不可以把相關成效 提供書面資料給本席做參考 再來 剛才張明華議員也有說到 自行車道的維護 目前我看資料 你們車183公里 你們多久去順一遍 抄襪有沒有擋到我們所謂的自行車道 再來 183公里的自行車道 有沒有流浪權的出沒 有沒有 其實有民眾在乘請 叫狗子 再來 我們的自行車道都很安全嗎 尤其是在堤防上的自行車道 如果 不小心跌倒了 會不會從堤防上摔下來 這你們有去做相關安全係數的考量嗎 好 請我們 我們處長這裡跟我們來回答 我告訴你 大家主持人 那個 那是 那是 南米亞請我們 規劃科科科長 來 來回覆 那另外 針對南方澳 解決南方澳 那個 內部動線的問題 牽扯到的範圍非常多 所以我們其實是透過蘇南一戰的計畫 再積極整合 重複的就不用再講了 好不好 那 另外就是說提到整個 那個 那個 考慮到說 是不是幾米 幾米火車 配合幾米公車 那那個部分 這個建議我們會很認真的來思考 來跟交通部反應 那 那個 對於大陸跟中國 這個證明 那其實我們一直都稱 今天在會議上面 那我們也委託稱中國客 那另外 對於 宜蘭的影響 就是說 我們把 那個 各國籍的統計資料 那個 遊客來到宜蘭 那住宿 分 用國籍別的部分 我是不是 會後 把書面資料補給 人裡面 我再問你一個 好 沒關係 其他都書面資料給我 昨天時間 我要問 請 秘書處 人事處 跟政風處 我們今天補助也很大條 我要說的是 五個項公所的事情 站在你們立場 請各 我們秘書處 人事處 政風處 來看 武傑鄉公所 跟代表會的這個事情 代表 直詢 那 因為 直詢 所以被 這個主管的先生 毆打 那依照你們的全責 您來講 您來看 來秘書處 請說好 就秘書處 來 可能我們法治科 有相關法律的問題 可以提出來說明 那就本身 我 秘書處 行沒有任何評論 義兄 好 那人事處呢 對於武傑鄉公所 現在的處理方式 你認為 因為那個對象 應該是公務人員的配偶 所以他不是公務 所以這個 我們目前是沒有 我們會再跟 武傑鄉公所 了解一下 整個情況 透過人事事 來瞭解 來 陳鋒處 為什麼 他現在是民意代表 去用直詢 直詢之後 結果 有這些問題三聲 我現在也民意代表 我的男人直詢 也執行觀光 男人 不知道有人不爽 會對我 來 陳鋒處 主席 感謝您議員的機告 我想 原則上 這個議員行使 他的職權 被使用暴力 我想這個應該是要被譴責 我想理性的問政 大家相互的溝通討論 做為民服務 我想用暴力的行為 那是絕對不是民族法治國家所允許的 那就你業務上 你有沒有辦法去做相關的一個協助 因為這個涉及的對象 你說出手跟打是外公的老公 那當然我看大概鄉公所那邊 比如說鄉長跟他的一級主管 也都有做道歉 這個 當然這樣的暴力 就是說假如在辦公處所發生的話 我想這個 除了就是道歉以外 那我想這個民意代表的問政 基本上的這些尊嚴怎麼樣 那也許 當然我們不見得就是說 一定要採取法力的行動 所惠之間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育 好來 上面先說 就是順路跟先議員就對了 就你們兩個嘛 好 上面先說 那先議員 謝謝主席 我們所有舉出室的同仁 還有所有在場的同仁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先針對公旅處詢問一下 就是生態綠洲 我相信今天一定非常多的議員 有去質詢跟詢問相關的問題 那我只是 因為我們現在這樣看下來之後 其實公旅處長在過去的報告裡面 以及甚至於媒體的採訪 不斷地去反映到一件事情就是 生態綠洲的經營 我們的公旅處要做整合的角色 絕對不會發生多頭馬車的狀況發生這樣子 那我請處長簡單的回答我 就是我說這個工作 您回答我是哪一個舉出師會幫忙做的事情 請問管理的話是誰 公旅處 主席 那個管理的部分是公旅處 好 那如果跟譬如說營火蟲富裕 或是失地的保育這件事情呢 棲地管理 棲地管理是公旅處 是好 那如果在未來這個園區的長程的營運的方針 是誰去處理 這必須要一個小組 就是包括有還教 是 包括有基地 那會是哪一個局處室 那會是哪一個局處室 它必須整合的跨局處的 這是跨局處室的嘛 對不對 好 那我想請教一下處長 我不是很確定現在如果由我們公旅處來經營生態綠洲這件事情合不合適 我請教一下處長 我們工商旅遊處開中名義大概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在做跟產業跟觀光旅遊相關的事情 那請教一下我們生態綠洲也就是森林公園 當初去設立一個這樣子的場地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最早因為這是演變的 那到最後的定位是環境交易基地 是 所以觀光旅遊 我不是意思說觀光旅遊跟環境交易會有衝突 但是我不是很確定我們主責以及有本來開中名義要做的事情叫做觀光旅遊的局處室 是不是真的能夠升任做環境教育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能夠升任去做環境教育場域的發展 我舉一個例子來去討論就好了 其實我覺得很遺憾的事情是 你可以看到從422開幕開園那一天 包含總統到了現場去協助開園 開園之後呢我們甚至可以達到好幾萬人來到我們的生態綠洲去參訪 那那一天開園加上後來來觀光的旅遊人士把整個東山都塞住了 所以大家就開始去討論在議會甚至於到府內在討論的事情都是 我們要怎麼收費啊人數要怎麼管制啊等等 那這樣一來一往之後最後後來我們的處理是什麼 就是處這邊去回答說我們5月7號開始會停場收費 這整個過程中我們有討論過這個園區的定位是什麼嗎 我們有去想過說真的在生態教育這件事情是怎麼經營跟操作嗎 沒有 所以這是我覺得非常可惜跟遺憾的事情 就是如果我們還是執著在 因為我很擔心性就是公旅處一直來在很多的事情的績效考核上 看的是什麼觀光人次 觀光人次、觀光人次、交通的旅運怎麼改善 然後再來是賺了多少錢 那請問我真的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一個生態教育的場域 它要去做到的目標會是這幾個指標嗎 所以這個要見請公旅處在未來後續的操作上 務必要很謹慎的去考量跟修正的事情 因為生態教育它是一門很專業的事 所謂的生態教育跟我們一般想像的導遊導覽這件事情完全的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我們的府會以及一般的大眾 其實很多人還是在把它連結是同一件事情 如果說我們在東山鄉 弄了一個二十幾年的很美麗很棒的園區 沒有辦法做到生態跟教育的功能 它就是個大公園的話 非常的可惜 我必須說這是非常的可惜的事情 包含現在處長也可以開始去爬文了 我們之前在去年的公旅處質詢已經問過說 針對旅客來這邊我們目前參考指標是什麼 也去講到說可能會去看旅客的部落格 或是FB或是其他地方的分享 您去回頭看看現在來過生態綠洲的人 他們的評價都是什麼 他們都說很棒很喜歡宜蘭多那個好的地方 但他們論述的內容是什麼 好美好漂亮很舒服 結束 沒有了 生態在哪裡 宜蘭的地理脈絡在哪裡 宜蘭的氣候在哪裡 這個園區設計的這些很重要的一些環節跟設施 這些道理在哪裡 這些很富有教育性深度性的事情在哪裡 我們都看不到耶 最直接的你就看旅客來之後的評價 跟他們的印象是什麼就好了啦 光看了一些就知道 我們的生態綠洲目前的營運狀況就是一個大公園 這讓人非常的失望 如果說未來還是這樣經營下去的話 我真的很擔心 我們這二十年做下來的事情是功愧一愧的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有限的關係 所以我就比較沒有話 有一些時間讓處長回覆的這樣子 不好意思 好那 所以還是提醒 包含就是 生態綠洲也有很重要的關鍵 如果你要去講生態 你如果要去講環境教育的話 跟在地社區的連結一定很重要 那這時候又要問啦 那社區連結的工作是誰做對不對 又是公旅處嘛 我真的不是很確定 公旅處是不是有這樣的動能 可以完成這麼多的事 可以做到這麼多關鍵的工作 所以是不是請處長 既然我們都要做工作整合的角色了 我們就好好的思考 到底有哪一些是必要性的工作 要整合的 公旅處真的做得到的 跟公旅處做不到的 我們就好好的來讓專業專業來去進行 那這個專業進行是什麼 我沒有意見 我也沒有覺得一定要怎麼操作 可是我覺得我們的縣府 一定要認清楚 我做得到的跟我做不到的 以及這件事情核心價值上 應該怎麼做的 來去做操作 謝謝處長請坐 好 我可以回答嗎 好 那我簡單講 就是說對於環境教育 對於生態教育 我想那個議會也不要小看縣府的能量 那那個對於這方面的認識 我相信縣府也有一定的程度 那至於說整個核心價值的部分 在環境教育那個部分 從頭到尾很清楚 它放的都不是在公旅處 那公旅處基本上還是在整個 那個園區的遊客的服務 跟整個園區的管理在這一塊 我了解 那目前已經啟動一個小組 由秘書長召集 所以並不是由公旅處來統合 是 公旅處沒有那個能力 沒有那個力量來補合 那後續我們的營運相關的內容 或計劃所在提供 基本上是結合了三個單位 是 那結合了三個單位 這個三個單位的劃分 園區的管理是公旅處 是 那整個活動的企劃是農業處 好 整個研究發展 課程研究發展是教育處 是 真的不好意思因為時間真的有限 那我也要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雖然我們會跨局處式的去合作 但是 那再來就要去討論一件事情了 那指標是什麼 我們去評估 我們去執行生態教育 有沒有成效的這件事情是什麼 當然其實這樣的論述還是有問題 某種程度來說 所謂的生態教育 跟環境教育 就不能去講什麼成不成效 它不太能這樣子去評估 但是至少我們在府內運作 一定會有這樣的壓力 一定會去做這樣子的分析管理 好 那我們的指標或標準是什麼 我相信絕對會跟過去所去設定的不太一樣 那你們有沒有辦法能夠 我不要說抗拒 有沒有辦法能夠去認清楚以及溝通清楚說 在這個園區 它的好與不好的指標 應該是這樣評估 而不是過去的看法 這就變得很關鍵 如果說跨局處是整合做得很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要去怎麼去檢核跟了解 它是真的做得好 這個好是什麼 可能是民眾過來的反饋是 越來越多人真的認識宜蘭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 過去的工商發展 過去的生態的發展 教育的發展 我不是很確定 是不是未來能夠做這些了解 但是是不是應該有這方面的處理 我們才會更清楚的知道 好 30秒就好 我跟協議員報告 那目前的遊客處其實是 根本讓環教沒辦法進行 甚至整個棲地被破壞 那我甚至說已經有龜殼花 跑到我的草坪裡面去 那表示他的棲地受到影響 這些問題其實我們都清楚 但是在現況底下 要怎麼樣來做 那必須要有很缜密的計劃 在當初那個議會沒有通過 任何這筆錢之後 我們就已經很開始很認真很積極 在研理整套想法 所以我想這個東西沒辦法一處可及 但是是需要時間 但是協議員所提的問題 我想我們每一個課題都會很認真的 面對 那另外對於環境 對於生態認識的部分 我想協議員不用懷疑說 我們在這方面的認識跟程度 好 我了解 好 我了解 謝謝處長 所以我還是要提醒啦 剛剛提到的這些事情跟論述 是絕對會有擔憂 因為其實一直在縣府的很多工作 我們的大方向要操作的事情 論述其實都很好 計劃也寫得很棒 可是最後其實我們要看的是第一線的落實狀況 以及實際上在社會的回饋跟發酵 這才是關鍵 所以我不是不信任我們的府內 我當然信任我們的府內 我會講這些質詢跟有這些論述 就是為了鼓勵我們的府內 鼓勵我們的處事 鼓勵我們所有的同仁能夠把這件事情做好 如果我們是期待跟鼓勵的狀態之下 我們更要看的就是到時候實際落實的狀況是什麼 民間的反應是什麼 能不能對宜蘭的生態環境 甚至於觀光的形態有些挑戰顛覆 這才是我們要看到的事情 所以肯勵處長 我們講計劃談論這些草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個都沒有它的必要性 您應該懂我的意思 我們最後要看到的事情是 是不是真的在我剛剛講的生態上 教育上環境上甚至觀光的形態上 開始有些不一樣的事情 這才是生態綠洲它有價值的地方 跟它應該去操作的地方 待會兒要再跟你講一下 我講一下 說實話 你本來都是靈工的 你有什麼生態 這個事情可以好好討論一下 這個 我就要講 那個 只看著我們朝中無人 沒有實話 有些人做醫院 做館長 做館長哪有生靈公園 可以討論 可以討論 陳經理 他講什麼 你如果要講就再講 這樣好不好 來 陳議員 我先繼續講 不好意思 謝謝主席 感謝我們所有局部市長 針對生態綠洲部分 我剛剛大概提到這件事情 我簡單補充一個生態綠洲 我覺得短時間內 剛剛講到都是長期的經營的事 短時間內一個大概比較需要處理的事情 我要提醒一下就是停車的空間的處理 那我很讚同出發點是希望可以是 綠色的或低碳的運聚到現場 所以我們不要那麼友善停車 就停車工業它的有限度 這是我可以理解的事情 但是目前短時間內還是 車輛還是有它的需求性 那我自己看到的事情是 在生態綠洲目前的介紹上 民眾只知道生態綠洲門口的那個停車場 他並不知道像剛剛其他的議員質詢的時候 處長講到像天照宮啊路邊或是什麼一些地方可能可以停 或者是有些其他的串聯性 這些的交通資訊或是旅程的串聯 這樣的資訊其實不是的很公開或很友善 那如果我們有觀光的行銷的話 這件事情就是跟觀光有關了吧 觀光的行銷應該思考一下 在現在正有熱度的時候怎麼樣趕快的更新這個資訊 然後以及遊客能夠理解這件事 如果我們不趁現在有熱度有人的時候去開始讓民眾習慣更了解 這些停車以及甚至綠色運居或低碳旅遊的方式或模式的話 後續就更難了 後續你們只會被壓迫說為什麼當初的停車格設計不夠多 懂我的意思 所以這個部分是短期內可能請我們處這邊要去優先處理的事情 那最後我最後針對幾個事情也是麻煩 是不是會後給我資料就好了這樣子 剛剛林志榮議員提到那個台灣好玩卡的那個成效的部分的資料 也麻煩一份給我 那我必須說就是我們公旅處的報告啊 我覺得有點不是很滿意 就是我們105年度的施政計畫 跟有講到的是105年度的施政計畫 並沒有去講到就是可能像不老節 或者是其他自行車節什麼都沒有講到騎乘 可是我們在104年度的工作報告裡面 有本來不老節的結果 然後結果我們這明明就是一年 就是這一次第三次的報告 就是這一次的報告 然後這次的報告裡面還不斷地在給我提去年的成果 那照理說這個應該要是提的是今年階段性的狀況啦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是有些 我不是很認同這樣子去塞一些資訊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是應該去反省一下 那另外不老節 現在好像是要換到衛生局 還是哪一個局處是去主辦 還是我們的公旅處 好很好 那公旅處現在籌備的狀況怎麼樣 一些相關計畫是不是請會後也給我相關資料這樣子 那東煉溫泉跟台灣自行車節這件事情 我大概都下半年還蠻齊見的事 那相關的進度跟計畫也麻煩會後給我 因為下一次的大會的時候 剛好這兩活動已經在辦了 那我不怕那個時候就太晚了 所以一些相關進度再麻煩定期的更新給我 那最後詢問一下秘書處 請問一下我們那個宜蘭縣政府的line的部分 是秘書處這邊在管理的嗎 不是是各單位都有是不是 那主要在發布的是誰 計畫處為主辦 好謝謝那沒關係 那另外就是提醒一下秘書處 就是我們到現在還是有一些局處室寄資料 就是地址跟mail還寄不對 包含我這邊都是 所以這個是不是應該去好好的檢查一下 是不是各局處室或鄉鎮市公所的資料更新的程度 因為不只我們這邊 還有很多的單位都有這個狀況 那另外就是提醒秘書處 我們裡面其實有很多講到綠色或是低碳的 我們的縣服空間經營 那我想要建請秘書處去思考一下有關垃圾減量的事 因為 因為光是我們每次中午你可以算在看有多少同仁 就有多少便當盒 那這些便當盒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是開始帶自己的便當盒 或自己的餐具的這種可能性 是不是請我們處長會後去評估一下 那我們會後再做一些討論 那最後人事處的部分 員工福利的部分 我建請那個育嬰師要提升一下 有一個育嬰師的情報網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們的評比是很低的 一些相關的服務啊什麼的都做得不是很好 請我們的人事處應該去處理好 然後另外請正峰處提供一個資料給我 就是2016綠博設施安全狀況檢查執行計畫 那你們已經看到 我看到好像4、2、2還是哪一天已經去過了 那後來去的評估是什麼內容 那後續的追蹤是哪些事情 請會後提供資料給我 那再請大會幫我記錄 謝謝 謝謝薛議員 接著我們請陳經理陳議員 我們議長 我們市議處長 我們的副長議會同仁各位聯絡人 大家安慢大家好 我們議長可以說是好山好水 好光景 有很多好的設施的景點 不過在這個雪水通車之後 這個觀光客大量的湧入之後 雖然可以看到觀光客 很愛我們議長觀的旅遊景點 尤其在當山河 這個通關節還是無辜堂的旅遊景點 這個旅客湧入的情形是更加明顯 不過在這兩項大項的活動基本上後 上後像我們當山河跟無辜堂 我們有去評估過 是不是這個UK 真明顯 甚至是差不多沒有人去剃圖 兩個一個很好的景點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 我們管政府有去檢討嗎 要怎麼提升 這個東山河跟我們 吳老坑這兩個好的景點 的這個吸引力 甚至我們很多 我們管來的很多 管政府所管轄的這些 旅遊景點 要如何來提升 處長男民你簡單說明一下 電動是最近看著這個 梅花湖 或是說這個 龍灘湖 或是他們所謂的夢龍B 電動是最近更夯的一個旅遊景點 它雖然不大 不過變成說可能有一個新鮮感 所以在這裡想要聽看 處長男民你 詹對我剛才說的這個問題 我們工女處這個方面 要怎麼做因應的這個措施 台會主席 感謝唐佑的指教 我想針對無辣坑跟針對清水公園的問題 你就看得出來生態綠洲未來的定位 生態綠洲如果我們沒有賦予它環境教育的使命 賦予它環境教育的內涵 那生態綠洲會是未來下一個東山河清水公園 下一個無辣坑 那東山河清水公園的問題 其實是在新鮮感沒了 那過去人可以直接踏水清水 現在到處都可以直接踏水清水 所以今年我們才會跟觀光局爭取一筆預算 要去做整個東山河清水公園的活化 跟航運的可行性評估 所以就做規劃 那無辣坑水跟農贏 農贏是不是 無辣坑已經比不到其他的地方了 沒關係 時間的問題 主持人你剛才說的這部文在書面資料 我希望說 我們政府真的要用新的思維去看待 我們這些旅遊景點 因為現在 我們這個生態綠洲剛才開幕而已 其實 很多我們的議員同仁 或是我們地方這些屬心 都很煩惱說 未來東山河的生態綠洲 會佈上這個東山河 跟吳老坑的後程 會變成新鮮感過後都沒有人 我請問他 我們花很多時間 花很多錢 在這個生態綠洲 所以定位很重要 所以環境教育 所以他不能沒有環境 環境教育才是他的靈魂 才是他的精神 沒關係 我其實宜蘭已經不缺公園了 我們沒有必要再多一個生態綠洲的公園 好處長沒關係這部分在書面 你剛剛要答覆的部分書面資料回覆就好 您請坐 再來就是說 我們宜蘭縣 一樣是因為我們變成一個很 新盛的一個觀光景點 很多人要來剃圖 最近發現到一個問題 就是五星級飯店 如雨後春筍般的這樣一直在開 應該差不多將近有二十間以上 二十間五千級以上的飯店 要來宜蘭成立來開幕 到底五千級飯店進來之後 未來對我們在地的旅蘇業 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或是我們這些旅蘇業 公旅處有什麼樣的想法 想要來幫助他們專程或是提升 才不會有這麼強的競爭壓力 來幫他們消滅改 這部分一樣 請處長在書面資料答覆就好 請主席列宇會議去 醫生 列宇要求四項 傑林業你要再說嗎 這樣好了 好了 什麼要再說 至少你說什麼 你再說 好 好謝謝大家 那我們今天會議就到這裡來結束 大家辛苦了 謝謝大家 謝謝三位處長 謝謝各位高長 謝謝所有聯合員 謝謝 謝謝三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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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